首先抱歉,我们先订好了教室,然后我们不知道华工的课表出来比我的讲座的计划出来还要晚,所以不得不挪到这儿来,害大家多跑一趟。 这个学期不会有系统讲座了,因为我有点忙,所以我也不知道一共会讲多少,以及后边讲什么,现在只订了两讲,第一讲是这个。 再下一讲可能是在十月初,我讲混凝土,是这个气体结构的技术思辨系列的第二讲。 以前从来没讲过,这学期我就只能讲朋友点播的讲座了。 我已经不太记得是第几次讲这个了。 但这应该是我最爱讲的一讲,如果不算我下一讲可能讲的混凝土的话,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一门技术,特别容易说清楚。 建议学这个专专业里面,尤其在学校里面,可说清楚的事真的不多,但其实有什么事是,是咱们头一天听说可以。 当然有什么事是,咱们头一天听说了,听到一个说法第二天就能有用呢,其实我现在能想到的也几乎只有技术啊。 当然我个人并不崇拜技术,但就只是这个东西,因为它完全不需要生死历劫的阐释,它看得见摸得着,它只要摆在那儿,你肯花点心思去了解它,总能有所收获。 所以近几年,有小朋友聊天啊,就是在想怎么能够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其实途径有很多,但是我能想到的,如果不经由太多的指导,从技术入手是一个最安全的,最有效的,可能也是最高效的一个途径。 那当然做这个,做这一讲,完全是一时一气啊,就跟几个所谓先锋的高端阳气的建筑师不慎交流了一下啊,从那以后很少交流。 讨讨论哲学艺术讨论的很气慢啊,就是,你很想,透一口气,不慎聊了聊技术,遭到了,鄙视。 就是,咱们这样高端的这个,建筑师怎么能,聊技术这么,这么下建的东西。 这件事儿让我对高端阳气的设计师很失望,所以就不再见高端阳气的设计师了,然后紧接着就做了这一讲。 这一讲主要就是讲一门技术,如何不知不觉地成为艺术,而在它成为艺术那一刻,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比起绝大多数艺术来,它如此震受人心啊,这个是大致的逻辑,但整个的顺序不完全遵照这个,这个是我做事儿的很笨啊,我做事儿特别笨,基本上就是,就会按着类似的,我所有的事儿都会这么干,会先梳理一下历史,看看这个星球上,基本就这个星球上。 有史以来或者没有史以来,过去的人,历代的高手是怎么看待和做这件事儿的,当然你不可能穷尽啊,不对,不是你,是我不可能穷尽啊,那就只能在有限的视角内看到多少,尽量了解一下,然后紧接着你可能会梳理它的逻辑。 逻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逻辑的对立面在哪儿,逻辑的对立面是成见,或者说理性的对立面是成见,那么成见实际上就是历史。 它不是一个贬义语,它是已经有了的观念,成嘛,对吧,就是,也有叫成法,对吧,就是,那它是已经有了的观念,那它一定属于过去。 但是所有过去的东西,实际上它都有一个它存在的道理,我们通常在学科里称它为原理,那这个原理实际上是与时间无关的,那一旦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渐渐地我们可以抛开它属于时间的那一部分的时候,那一旦我们对抗了时间, 其实就会开始发现某些更接近永恒的道理,那一旦它与时间无关,它不必只属于过去的时候,它就可以属于未来。 那设计师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设计师恰恰是在一个,在你的作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你要勾画它, 而且从营销上啊,从商务上最逆天的一件事是,你的产品还没有被做出来,你就要把它卖出去,对吧? 这也构成了为什么在咱们这个学科,尤其是专业里面,甲方有如此深重的焦虑, 是因为他花了钱,但是设计师基本上还没有把它想要的东西给他,而且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东西是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曾经多次讲,所有伟大的,就不用说伟大的, 就是胜任的建筑师一定会,一定要熟知自己的,第一要熟知自己本土的传统, 第二要熟悉自己的学科的历史,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建筑师。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抗时间,才能获得某些与过去无关而能够直达未来的计划, 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对你的业主,对将来拥有你作品的那个人讲清楚, 他究竟会是一个怎么样,而他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再接下来是经典的作品。 什么叫经典? 推荐一本书啊,卡尔维诺的,有一本叫做《为什么不经典》。 当然他主要讲的是书啦,经典,如果当它是一本书的时候, 它不是那本我正准备读的书,而是那本我正准备重读的书。 它可能是一个要比你反复重读的,那么作为经典的作品, 它一定是一个你正准备再次阐释分析研究它的案例。 当然其实第四条非常重要,但第四条实在没什么可讲, 因为规范它就摆在那儿,就是我在这讲规范有点侮辱大家的执声, 所以我会主要讲前面这些部分。 当然气体是西方建筑史上历史最悠久的, 而且待会咱们会看到所谓讲气体的历史, 我们会发现其实整部西方的古代建筑史就是一部气体的历史, 几乎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先认识一个词我不敢念,这是一个法语的单词, 中文翻译过来叫蒙太极, 这个词原本就来自于建筑学, 当然现在更广泛的, 如果你不特殊说明它的意义, 会更广泛的出现在电影的手法里。 在电影里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系列,起码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各自独立的场景, 或者说如果在技法上通常来讲是镜头, 而且会是连续镜头, 通常来讲会用长镜头, 那么它会被病治, 所以各自独立它就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它相互相关的话, 它不存在所谓病治, 它会产生某些直观的逻辑关系。 在哪最多呢? 就是在我看过的电影里面, 有一个很极端的, 有一个电影叫《疯狂的石头》, 那里面大量的使用平行蒙太极, 而且它那个操作的花样翻新的程度 已经有点像学生作业了, 就是那个非常过瘾, 做得很极致, 就大量的平行镜头会同时放置在一起。 但病治并不完全导致蒙太极所有的含义, 另外一个含义, 一个是各自独立, 再有一个病治, 然后紧接着是它在病治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意义, 所在叙事里面所达成的效果, 是任何一个分镜头独立所不能提供。 比如它不是一个加法, 用一个比较俗气的说法, 就是一加一它大于二了, 我也不知道一共等于几。 那么这件事它来自于建筑, 在建筑里蒙太极什么意思呢? 就是气柱,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气柱指的是什么? 它一定是有气块的, 而且一定是标准的气块, 那么每一个气块相互之间都是独立的, 它是独自存在的, 它并不基于另外一个气块来证明它的意义, 所以任何一落砖, 你从里面拿出一块来, 它都可以代表这一落砖, 每一块砖的这个意义, 你哪怕拿走了, 它仍然是一块砖, 这跟任何一个分镜头的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把它砌住在一起的时候, 这时候气柱我们拍, 它其实就是并质, 是这些标准的气块, 而且在建筑学里面, 后面我们会渐渐地看到, 它比电影里面的表现力可以更强, 当然要跨越的门槛更高, 实际在电影里面, 很少有完全一样的镜头都摆在一块, 对吧? 你一定认为是导演批读批缩, 但是在建筑里面, 有一个在电影学上, 在电影的这个, 在整个戏剧里面都无法达到的, 建筑师可以用完全一样的东西, 并质, 完全一样的素材并质, 让他获得这些素材, 原本所没有的特征, 所以它是一个更难, 但也更原本的过程, 所以我在这里看到, 它一定不等于一堆气块散在那儿, 虽然它说白了就是一堆气块而已, 它会呈现出它以外的意义, 而当我们把它拆掉运走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仍然保留这个意义, 那么在装饰上, 它大概就是这种状况, 当然实际上编织,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去读一读, 加特弗雷德森佩尔建筑色要素, 实际上在西方建筑学, 有史以来, 就气块所表达出来的这个意义, 跟编织就关系非常的紧密,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并质, 我们知道编织的这个原理, 它是有经线和尾线通常来讲, 然后它会互相交叠, 那么经线和尾线会相互遮挡, 相互掩映, 那露出来的通常还讲都是方块, 如果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个体会, 我小时候会盯着, 会盯着床上的床单, 就是会去看经常有那种格子的, 它会有深格,浅格, 还有中格, 还有白的, 然后你渐渐会发现, 它其实是当白色的线在里面呈现更多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是白的, 然后有的时候它会浅灰, 它其实都是由两到三种线勾兑出来的, 那这也是一种并质, 这种并质实际上马赛克, 那马赛克其实是有两种, 有两种它在线的原型的, 其中一种就是编织物, 另外一种就是气块, 而从表达意义上来讲, 编织物和气块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那其实在平面艺术里面, 这个其实是最容易表达出蒙太奇的含义了, 大家看得清楚吗, 这是一个人像对吧, 但其实构成它的是若干符独立的, 它每一符都有独立的意义, 但当它们被拼起来的时候, 你能从里面违和出另外一个, 那原本它们都不具备这个含义, 只有当它们出现在特定的位置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最具象的一定是与绘画有关的, 是纯粹视觉艺术, 那么其次是表皮艺术, 那么最抽象的是建筑实体的构造表现, 那它的难度会逐渐降低, 详细度会逐渐提高, 但是在表达里面, 它的艺术上的价值会反过来, 因为我们知道越难获得的东西, 而且用越简单的素材所获得的, 越难获得的效果, 它就会越有价值, 在这几个词, 大家其实应该都很熟悉, Adobe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它想到最多的是, 是一个软件对吧, 出什么SotoShop, 什么Eloast Trader, 这一类的, 那其实Adobe原本这个词的本意, 就是粘土砖, 它最早出现在, 公年前八千年左近, 但是建筑史上, 很多时候叫杰里科, 在这个世界通史上, 更多的被翻译成耶利哥, 是同一个地方来的, 在约南河一带, 就是西方世界, 是欧洲人认为东西交界的地方, 是现在也不太平, 对吧, 这一带, 这种粘土砖, 它和麦杆, 和在一块, 大家知道粘土, 你们小时真不一定玩过了, 像我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 基本就是撒尿活泥, 就是它是有粘性的, 然后它在潮湿的时候, 它在湿的时候是可塑的, 一旦晾干了以后, 它会获得强度, 那在建筑学里面, 基本用的就是它这个特征, 但是玩过泥的同学, 一定会发现, 或者玩过橡皮泥的, 玩过乐高的, 应该会发现, 它一旦干了以后, 它容易裂掉, 就是它湿水的时候, 表面湿水, 会很快地干掉, 湿水以后它就会收缩, 然后它, 但是它内部, 其实它一定是从外面开始干的, 当它没干透的时候, 外面就开始收缩, 里面仍然保持原来的体积, 它就会, 表面就会开裂, 这东西很糟糕, 所以比较早的那个Adobe, 在里面是掺麦杆, 大家知道麦杆是有, 是有筋性的, 但它其实不是先麦杆, 它是把麦杆放在水里面泡, 就把它有机质都给泡掉以后, 剩下的是纤维, 西方人是这么干的, 剩下纤维, 然后掺到麦杆里, 它有点像下一讲, 我会讲滚凝土技术四变, 你讲滚凝土的钢筋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增强它的韧性, 增强它的整体性, 当然在中国这事干的, 其实更聪明一点, 中国人用的不是水泡, 用的是牛, 或者马, 大家知道它们吃草的对吧, 然后牛有四个胃, 马一个胃, 然后它们消化, 然后有些东西消化不了, 大家知道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牛粪, 如果连牛都消化不了, 这个东西它的筋性会非常的强, 所以在中国黄河流域一带, 是用牛粪扩在黄土里面, 大家知道黄河流域的黄土在全世界也是, 最最最尖端的这个建筑材料之一, 那么把它过进去, 当然起到作用是一样的, 我小时候, 我老家在内蒙, 在克尔庆一带, 基本上我老家那边的土房, 也是用牛粪马粪过年土, 做土坯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它会做成一块一块, 都是一样的对吧, 在这一刻大家还不知道, 它拿着要弃房的, 要弃成什么样, 对吧, 这是把土坯做完以后, 它再亮, 这工艺一直到今天, 还能在, 还活着呢, 当然到了真的有史的时期, 到古巴比伦的时代, 公元前两三千年, 甚至到更远三四千年的时候, 当这个, 当然奇库拉斯特的捷梯塔, 这个在陈志华先生的外建石里面, 叫山岳台, 因为它拜山也拜月, 在陈志华先生那里面, 叫做山岳台, 这个月写错, 那么它是, 这个就是典型的土坯建筑, 这个现在多高呢, 这个现在还在, 就经历了无数次的地震, 战乱等等, 它的现在现存到这儿的高度是21米, 据复原, 当初在它没有, 它现在其实底下台, 当初其实上面是有一座神庙的, 当有这座神庙的时候, 它总高大概在三十六七米左近, 当然这个其实, 现在想起来不算太高啊, 我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 还是, 我就讲这一次规范, 现存中国的, 生土建筑, 设计规范里面, 要求建筑的高度, 生土建筑的高度, 不能大于六米, 且不能超过两层, 这个, 塌了以后, 它过去上面还有什么样, 现在是21米, 也大概是七层楼走近的高度, 当初其实, 在三十多米的时候, 基本是一个高层建筑的高度, 是一个有点蜜片的, 当然, 埃及的金字塔, 我们说它是, 气体结构有点亏心啊, 这是个人啊, 我专门找了一张, 有人站在这儿的图片, 当然这也是气块了, 不过最小的半吨一个, 这个, 没法说, 但是理论上, 它仍然属于气柱的建筑, 而且当初它不是这样, 就当初在刚做好的时候, 它表面是有非常光洁的, 完整的这个大理石的这个贴面的, 但是现在, 值钱的东西都已经退去了, 剩下, 变得我们崇拜这个,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巨大的建筑, 这是阿尔贝蒂, 在他的论建筑里面曾经提到, 古代的建筑, 上古的建筑, 石头建筑, 他讲到怎么样的呢, 几乎都是, 用非常巨大的石材, 甚至还有用整块的石材, 在这里给我们看, 就是大概用20万尺, 乘20万尺, 乘150万尺的整石, 一个万尺是什么呢, 一个万尺是从我胳膊肘, 到大概到指尖的这个距离, 待会咱们还会再讲到万尺的, 讲到这个砖的尺度的时候, 大概是这么多, 这是古代欧洲, 以及中东最, 最流行的渡量城万尺, 所以大家能想象一下, 是多大的东西, 而且居然还有, 就是一个石头房子, 只有两块石头盖的, 其中一块, 雕了一个平面, 就像蛆腿龙一样, 就是所有的房间都雕在里面, 然后用一块等大的, 这个巨大的石材, 雕一个顶, 再扣上去, 两块石头啊, 当然我现在看到阿尔卑地的描述, 总是想到我小的时候玩蛆蛆啊, 就那个罐子, 它刚好就是两块嘛, 底下是一个盒的吧, 上面是一个盖, 它为什么要用那么大, 后面我们会讲到, 上古的先民, 西方上古的先民, 这跟中国不一样, 下一期我正去讲一讲中件事, 西方上古的先民, 其实气柱是一个手段, 但气柱所留下来的痕迹, 是上古先民不乐意看到的, 他们乐意看到完整的表面和表现, 也就是气柱这件事, 它只是一个手段, 它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实现, 所以气柱的这个石材的, 这个块体越大, 就意味着它的气氛会越少, 它就会越接近完整的石头, 所以阿尔卑蒂得出的这个结论是, 上古的先民的一种表现的, 趋向, 就是希望这个建筑, 像独实般的完整, 有兴趣的同学去, 我会不断地开书单, 去读一读, 彼得宗姆托出了一本书, 叫做三个概念, 这现在好像有中文的了, 尽量不读英文啊, 就那个英文, 非常好, 其中有一个, 它讲的其实是它的三个设计, 其中有一个设计是, 华尔斯温泉浴场, 那个概念, 就叫做, 哎哟, 我要念一句英文啊, 口语特别糟糕, 叫做Storm, 意思, made of stone, 就是, 抱歉, 叫做这块石头, 是用石头做的, 直一起来是这样的, 所以就意味着在那里面, 待会咱们会看到, 朱姆托的那个建筑, 就意味着早期实际上, 气块它本身的表现, 并不被人所接受,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克诺索斯宫啊, 大家知道这个, 就是我们传说中, 匹诺陶洛洛斯, 就是那个牛头人身的这个激情儿, 对吧, 就是米诺斯的私生子, 其实不是私生子, 米诺斯的绿帽子, 就是在迷宫里面, 吃童男童女的那个, 就是实际上, 古希腊神话里面, 它是关在迷宫里的, 其实, 那指的就是克诺索斯宫, 实际上指的是克诺索斯宫的遗迹, 在这里我们看到, 它其实都是石材气柱的, 而且这个气柱有点乱, 当然待会咱们还能看到更乱的, 更有意思的, 但其实它当初一定不是这样的, 它当初是这样的, 所以它会抹灰, 大家知道, 下一讲我讲混凝土的时候, 我会专门讲抹灰, 抹灰是混凝土的祖先, 那么, 一旦当能用一个完整的表面, 把它给抹掉的时候, 它就完全摆脱了这个焦虑, 所以它只要把这个气起来就可以,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其实它尽管是一个气体结构, 但是它在这里面完全没有属于气体的表现, 它在这里面甚至着翼表现的是木结构框架的表现, 但这个我今天不展开讲了, 有兴趣的同学去下载欧奖古希腊建筑, 看一看, 如果真的是你要把气柱的, 就是对于西方的这个建筑, 你真的要想把, 你不看到我没关系吧, 这样我感觉好多, 好像点起来比较方便, 如果你真的希望把这个气柱的痕迹给, 给暴露出来的话, 它一定是这么气的, 它一定会把这个食材给踩得方方整整的, 对吧, 当然其实, 其实这是潘基农了, 但其实古希腊的神庙多数也不是, 直接把食材露出来的, 它会用大理石贴面的, 所以阿尔卑迪又说了, 阿尔卑迪又说了好多事, 他提到, 在古罗马古希腊的这个将人, 在给神庙建筑做贴面的时候, 他们会把大理石, 我还是站起来, 但是总会有一种, 枪片的感觉, 一边种一边听, 阿尔卑迪提到, 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个将人, 他们在给石头建筑贴面, 贴大理石的时候, 会怎么贴呢, 他会把这个表面的这个贴面的食材, 成波浪形的贴,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闲着蛋捧吗, 因为现在好像他一定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把, 大家知道大理石是有纹理的, 对吧, 他们要干嘛呢, 他们要把大理石的这个纹理给对上, 这是一个很变态的事, 因为这些大理石来自于不同的石头, 但他要把这些接上, 然后让你起码远看的时候, 它像一整块石材, 这来自于哪, 就是阿尔卑迪说的, 因为到古希腊的时候, 他们仍然希望这个石头的神庙, 长得像从一块毒石里面抠出来的一样, 但是在这儿, 起码我们看到, 他能把他踩着给方方整整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当他已经打算这么弃的时候, 一定是有后手, 有一句话我说了太多遍了, 我所见到历史上, 所有伟大的建筑, 有着跃表现的建筑, 都是金玉其万, 半叙其万的, 这个不是一个贬义词, 因为和他相对的是一个, 中国的成语叫做一锦夜行, 对吧, 那实际上区别就在于, 你把什么认为是锦, 你究竟认为什么是可以用来表现, 实际上是, 对吧, 起码上是这样的, 当然, 古希腊人也真的能做到, 把这种成片的这个, 这个这个多利克的柱, 为什么高洁, 哎, 我怎么又跑洁了, 我把这个踢跑完了, 马上回来, 多利克的柱为什么高洁, 大家知道多利克的柱槽是, 尖是槽外的, 如果有过石材工艺基础的同学, 见过这事儿的同学就会知道, 当你希望加工一堆, 它如果有一个非常锋利的, 外部闻水, 你又想把它落起来, 让它对上看起来是一个直的, 这件事有多难,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在石材工艺上面炫技的做法, 艾奥尼的这个, 大家知道线条怎么样吗, 它是抠进去的, 外面是一个远柱, 它是抠进去的, 它为什么形质上比多利克式的低啊, 它从整个装饰技巧上, 虽然它看起来花式更多, 花多不意味着它就更难啊, 当它是一个阴角的时候, 你里面做的多不一样, 你也发现不了, 所以它是可以容许更多工艺的, 换句话说, 它是一个化了妆板, 大家知道, 对啊, 你刮了蜜子抹了大白在脸上, 对吧, 打上纹底, 你只要厚一点, 就是你不管长成什么样而已了, 画上, 对吧, 现在基本上会把眼睛画在外边去看, 就是让它显得大一点, 你都是, 你看不出来真是美女, 对吧, 那这个现在又现代话说叫素颜, 它把所有的工艺翻出来给你看, 没有任何工艺是藏在阴影里面的, 这个会非常高级它, 但它为什么要这么干, 它就是要让它看起来像一块完整的石头, 这个训绩骗了一直到十六七世纪的, 法国的伟大的理论家, 到古罗马时代, 这个它倒是没签面, 它为什么不签面, 它是一个工程构筑, 这东西叫书水群, 因为我们知道,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罗马成一天建成了, 之后它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给这个城市供水, 供粮, 对吧, 所以条条大陆冲罗马是供粮的, 条条水渠也通罗马, 是供水的, 要不然那儿人都死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 到古罗马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拱, 其实如果听我讲西方古代建筑时, 早在古希腊之前, 希腊人就已经掌握拱了, 他们只是不表现它而已, 又跑掉了, 罗马人开始用拱啊, 拱是一个, 现在被认为最贴近, 气体结构本性, 材料本性的结构方式, 当然古罗马的时候出了另外一件大事, 大家知道维苏维火山还在意大利, 年年喷发, 闹灾, 但是火山灰非常强大, 它在火山里面, 石灰岩在火山里面, 模拟的水泥从生料到熟料的过程, 所以他们的这个匠人拿火山灰, 过了一下做沙江, 突然发现它有水硬性, 它就跟现在的水泥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在古罗马那个时代, 建筑师掌握了水泥, 其实相当于在冷冰器时代, 捡到一把手枪了, 你还学会冷拍, 所以古罗马的这个拱结构在古罗马时代空前的发达, 它只是在欧洲, 实际上一旦欧洲人放眼到中东一带, 咱们到时候也看到伊斯兰的拱网, 那叫逆天, 当时罗马人在掌握拱结构以后, 他知道拱其实它能解决更大的跨度, 所有的建筑无分就是解决一跨度, 对吧, 它之所以有的建筑, 建筑之所以有的建筑是因为它有屋顶, 没有墙的还是建筑, 对吧, 狼, 屋顶它都可以没有墙, 但没有顶有墙, 它叫院的, 毕竟不是建筑, 对吧, 所以屋顶是建筑的第一特征, 然后屋顶呢, 它不逆天啊, 但是它逆地, 因为有重点, 所以所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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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悬空的东西都会掉下去, 屋顶就是一个悬空的东西, 它必须得悬空, 对吧, 所以严格来讲, 金字塔不能算是建筑, 虽然它里面也有, 也有空腔, 但是太小了, 那真正在建筑学里面, 几乎所有的寄附难点都在如何架起屋顶, 以及如何架起更大的屋顶, 那在这串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 就是这个, 这个因为跨度很大, 你真的要用实材的评仰干这事, 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我看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都是砖对吧, 它砖很薄, 待会咱们再讲, 为什么越古代的砖它会越薄, 而我们看它气的确实是拱对吧, 但是它外边气完拱以后, 它里边做了一瓶楦, 把它给装饰成一方的, 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在这一刻, 在蓬佩城的时代, 古罗马的建筑师通常还认为, 半圆形的, 是一个很不体面的建筑修实, 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只能用啊, 在这儿, 对吧, 但一旦我有本事把它修平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它修平, 但解决跨度的时候, 我还得用它, 所以这个时候, 它还是一个在幕后的东西, 到哥特时代, 哎, 我真担心, 我讲了整部建筑室啊, 也都是石头的, 当然, 哥特起根上, 最根本的这个特征, 在于它的坚果, 当然又是果王, 从古罗马到中世纪, 到文艺复兴呢, 文艺复兴有大量的建筑, 都会给您, 是用大块大理石, 构建出来的错误, 但其实不是的, 文艺复兴绝大, 绝大多数我们能看到的, 有着非常华贵大理石表面的建筑, 其实都是专气底的, 而且在, 又是阿尔贝蒂说, 阿尔贝蒂说, 你先这么气着, 没关系, 不要拍得不体面, 我也知道你们喜欢大理石, 但是像那种波浪型的对缝, 当然, 在后面咱们看看, 中国人怎么对的对缝,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这是折磨手工艺人的灵魂, 所以阿尔贝蒂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折, 他说, 你这样, 你把大理石找来以后, 你把它给砸碎, 严重粉末, 然后从印度恒河, 进口河沙, 因为那儿的河沙是最细的, 拿那个东西过沙浆, 拨完以后, 抹光打瘤, 它会表现出和大理石一样的质地, 从那以后, 恶意复兴的多数的建筑, 都会呈现出毒石般的特征, 然后更有甚者, 有很多我们看到在盐口上, 尤其米开朗基罗的建筑, 有很多突出的盐口右头, 而且米开朗基罗的初小非常多, 它又是雕塑家, 盐口上通常会站着一个大理石雕, 让人捏一把汗, 其实里面都是石膏裁的, 外面就是用阿尔贝蒂的这个技法, 你抹上一层这个大理石粉的抹灰, 你把它剖光了, 我跟大理石长的一模一样, 那个大家记得叫什么, 叫做独食纪念形, 是独立完整的食材所提供的纪念形, 到这儿我们看一个特别逗的, 这是美尼西宫啊, 然后这个显然是一个气体结构, 没错它是气体结构, 但它的气体不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转角, 给大家提供一个, 就是贴面这个东西, 它不一定就不好, 贴面可以非常的好, 但是贴面所有的, 刚才咱们讲, 讲波利克, 我们记得, 当你把阳角凸出来, 给呈现给人看的时候, 就意味着, 你必须得现陷进了, 对吧, 当你把它压在阴角里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可以省劲了, 在这儿我们看一下它转角, 我们就知道它究竟是不是气体结构, 它可以是, 但是它这层不是, 我们应该在转角看到一条通缝, 意味着这是一个贴面, 当然它里面还是用砖气体的, 但这时候特别逗, 之前我们看文艺福星大多数, 以及古希腊的古罗马的很多都是, 它希望掩盖气体的痕迹, 但到这儿它突然干了一什么事, 它用一种气体, 食材, 它用一种气体做贴面, 掩盖了另外一种气体, 对吧, 说的不太好听, 这叫偷裤子放屁, 当然它会在内裤外面, 衬一层外裤, 一定意味着在它的价值标准里面, 内层外裤是更体面的, 这是巴洛特了, 对吧, 巴洛特给人感觉都是石膏的, 甚至是混凝土的, 因为它实在是太古怪了, 有兴趣的同学去下载我讲的巴洛特, 其实并不古怪, 但其实它里面也都是用气块的, 气块这些东西非常方便,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一个建筑, 不用特别说尤其在欧洲的, 看到一个建筑, 它的外墙不管是什么质地, 它九层五以上, 它里面应该是专气体的, 这东西可以成规模的, 大批的从专场烧出来, 你到现场一盖就行了, 对吧, 有了二倍地的这个主意, 对吧, 你外面想要什么样都可以, 它为什么要让外面和里面长得一样呢, 对吧, 就像现在我们多数人也不会把那一外形, 很多建筑师让我不能理解的是, 都会看到一个建筑, 哇, 它贴面了, 这个下建的建筑, 它没有表现这个材料本身的特征, 这个建筑师不诚实, 但是他绝不肯把那一翻出来, 像超人那样, 还是一关楚楚地坐在那, 在家里还嚼了火香糖, 刷过牙以后, 梳了头才出来, 那为什么你要求建筑, 它在随时你剥掉, 它原本不该被剥掉的那层外皮的时候, 它呈现出来还是那样, 究竟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真找不到, 世界上除了傻瓜, 有什么东西或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 当它剥落了表层的表题的话, 我们看到了还是一座七度的建筑, 跳得快一点, 到了红屋, 大家知道这个到了艺术与手工艺运动, 通常会称作工艺美术运动, 但是这个翻译错, 它不是工艺美术, 它是艺术与手工艺, 就是这个气体, 但是这个时候气块, 它开始有了比较特殊的历史含义, 在这个时候, 在前面我们发现, 基本上, 它不管是用一种气块来掩盖另一种气块, 还是完全就无视它作为气块的这一面, 对吧, 它会抹除它原本的这个痕迹, 当时认为表现气体原本的这个机理是很不体面的, 但到这一刻, 我们突然发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变了天, 而且变了很久, 韦伯为什么要用气体, 因为它要救活传统的工艺, 我们看传统希望干掉这个气体的这个纹理, 希望干掉了很多年, 不然有一天, 当这个传统奄奄一息的时候, 建筑师们开始用气块来挽救手工艺人的职业和这个群体, 希望从工业化的车轮底下把这些传统艺人救, 这个时候气块开始又有符号含义, 后面我们会讲清水比较强, 然后这个是谁干的呢, 路易斯沙利文, 这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三分之一, 但沙利文中前期的作品都是合作的, 和他的好机友, 丹克马尔阿德勒, 这个德国的结构师, 他们俩分工是阿德勒, 实际上沙利文不是芝加哥学派的, 他跟芝加哥学派是合作的关系, 芝加哥学派基本都是伟大的结构师, 阿德勒是芝加哥学派的, 那时候阿德勒干什么呢, 他就干这个, 大家知道当时芝加哥一场大火了, 把这城市都烧光了, 建筑师却调都会笑起, 大把的单子, 然后在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的环境, 仍然整个建筑学都认为, 用砖来盖房子是天经地义的, 用别的盖房子不叫房子, 不叫建筑,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看十九世纪的, 就是当时比较守旧的, 甚至有些比较先锋的建筑理论里面, 当称一个建筑是火车站, 就意味着骂这个建筑, 它完全没有美学价值了, 因为火车站是钢的, 所以当芝加哥遇到一个机会是, 你需要栽后重建, 一定是大规模的, 就非常快速的建设, 这时候没办法, 你只能用钢结构, 所以芝加哥学派就活了, 对吧, 就是一帮德国, 当时芝加哥有三分之一人, 都说德语了, 一帮德国工程师, 终于可以用钢轨盖房子, 盖完以后, 他们也觉得这东西很不体验, 就找来了当时在整个建筑界用淘谱面砖做装饰的第一高手, 路易斯·沙利文, 找他来干什么呢, 就是这儿是阿德勒的, 到这儿沙利文开始工作了, 他先用一些砖, 把这个钢框架给装修成一个带有砖柱的, 原来是三个开尖, 但是气体结构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开尖, 沙利文把它装修成一个六个开尖, 这就像多了, 现在有很多房子气体结构的, 砖混的都是这样的, 框架结构也这样的, 然后呢, 这面完, 这部沙利文叫做Straker, 构筑, 这一部呢, 叫做Mass Composition, 就是体量构成, 就是, 意思就是它比它高贵, 对吧, 这一部叫Architecture, 然后我们看, 它做了, 它不但就是用一层面砖修饰了这个表皮, 我们看它也是用一种, 一种气块的纹理, 掩盖了另外一种, 原本就是气块, 但它会用另一种气块来掩盖它, 这个跟什么道理是一样的, 夏天有很多女同学, 穿丝袜我可以理解, 但是穿肉色的丝袜究竟是为什么呢,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的干的事呢, 大家知道这个结构其实在这个位置啊, 但是沙利文用了三个杆件的装饰物, 装饰了三个位置, 让这三个位置看起来像是在群众, 但它装饰的, 它恰恰是, 在中国古建叫古建啊, 是非结构的, 它完全混淆了这个结构的东西,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其实一直到, 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在建筑学界对于器块, 究竟是该被表现的, 还是该被隐藏的, 所以有非常大的争议, 当然, 沙利文在宣称, structure, messu composition和architecture以后, 他们俩就决裂了, 因为阿多勒很受伤, 我干了这么多年, 结果在你这儿, structure, 这更新了, 密斯, 密斯一辈子都做钢结构和平板玻璃的建筑, 但它其实在早年的时候, 常试过几乎所有的典型和结构类型, 它的专宅当然没有盖起来, 就是它早期尝试的, 非常重要的类型之一, 当然这个平面, 来自于凡杜斯堡, 就是那个俄国巴黛的韵,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我们不讲这些墙啊, 因为它是一个墙体重重, 所以一个顺理成章的, 它显然应该是一个气体结构, 这是密斯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精确地在勾画, 每一匹砖该如何气度上去, 而我所听到的, 在西方的气度领域里面, 最感人的一句名言, 恰恰来自于这个钢结构的大事, 待会咱们再讲一讲, 所以一直到它盛期, 这是密斯伊丽诺工学院的这个化极楼, 我们看它是一个钢结构的吧, 钢框架都在, 我今天不讲这钢线架,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填充的都是气体, 当然这种把结构框架和田中材料截然分开的, 大家仍然能从森佩尔的建筑塑料宿里面找到它的原型, 就是基本就是用硬邦邦的结构撑起来, 然后中间就是崩开的, 就是崩起来的围绕它的是织固, 是维固, 这个, 哦,又忘了把这个名字删掉, 每次我特别深厉害, 每次我都, 大家猜这是什么建筑, 它就说萨毕业, 我当时在毕业就看不出来, 因为都认字,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敏感, 如果说有一天我骑自营车从路边过, 有这么一个工地, 我恐怕不会停它来, 它是一个萨毕业别墅, 我上大学的时候一直认为这东西是一个混凝土现交的, 等于它还那么, 对吧, 就是, 当然我下一讲会讲混凝土的, 我会讲为什么它会给人一个直觉就是混凝土的, 今天我不讲, 但其实它起根上就是一个气体结构, 所以恐怕我是不大会停下来看一看, 当然它如果抹了灰, 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尽管沙利文用气体材料来掩盖钢结构, 以及在之前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就开始用一种表皮材料来掩盖原本的这个气柱的纹理, 你看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它又回去了, 活回去了, 所以建筑上真的不见得有什么进化论, 这事儿我们看大家认得这个嘛, 路易斯康的金贝尔美术馆, 哎, 我见到很多评论家里面家都在表达对这股石灰华气柱的承重墙的喜爱, 但实际上事情的真相是这样, 他的秋裤就是一个, 就是专大, 当然我们看其实康也没有做什么标新利益的事儿, 这事儿它跟文艺复兴的美迪七宫有一毛钱区别吗, 对吧, 你先拿一个气块把这个墙给砌起来了, 然后你不喜欢这个气块, 你用另外一种气柱的纹理掩盖了这种气柱的纹理,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做法很古典, 但它已经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了, 当然这个是逆天哪, 狄斯特, 今天我要讲的后面会讲到的案例, 主要会围绕着四位在这个星球, 上可能做气体做的最棒的建筑师啊, 当然其中一位就是这个, 迪埃斯特, 吴拉圭的建筑师, 下场讲火名鼓还有他, 然后还有一位叫Laurie Baker, 是英国裔的印度建筑师, 一位的盖房子就是俩个便宜, 第三位是个埃及建筑师, 叫做哈桑法赛, 我两年前第一次讲气节构, 讲完以后有很多朋友去考一柱, 一柱体里面就考了哈桑法赛, 逆天的压正的理, 第四位是我的恩师总益干嘛, 所以他盖了几乎是这些年, 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气体结构的方法, 对吧, 立着你觉得没有什么了解, 咱能不能过来看, 一排柱子, 换任意一种材料, 你们拿纸的去做一个试试, 接下来咱们讲讲逻辑, 看完成见了, 咱们看一些永恒的东西, 我的数学不是特别好, 但是有很多东西一旦进入逻辑, 我们不得不借用某些数学的方式, 比如说气体结构等于什么呢, 气体等于气块, 气块大家知道那块砖, 石头那些都是气块, 加上沙浆, 沙浆什么是年结料, 是结合料, 记住就行了, 这个公式大家可以记住, 当然可以没有晒单, 后面咱们讲石头村的时候, 会讲到没有晒单的情况, 那气块的强度, 这是一个大家要记住的, 这可以记住, 其他的千万不要记住, 我讲的东西都是错的, 所以我也不希望留下白水飞渍的证明, 气块强度, 恒大于气体的强度, 气体是什么呀, 气体比如这堵墙, 它就是气体, 因为碗外是什么样啊, 它里边就是气块的, 这堵墙就是气体, 它已经气完了以后这叫气体, 那个单元叫做气块, 气块肯定比气体的强度要高, 为什么, 因为一块气块, 虽然建筑师都想让这个气体, 看起来像一个气块一样, 但是它的强度不可能达到这个, 它只能从世界上达到, 这意味着什么, 因为沙浆的存在, 气块之间的结合的关系的存在, 它的关系一定是更多的, 对吧, 就像两个人手拉着手, 对吧, 如果说又有两队人, 就是要把这两个人分开, 我们很少见到说我抓着对面那哥们, 或者通常这种情况应该是一公娘, 对吧, 不可能我拉着他的胳膊, 然后跪这边了, 然后他胳膊掉了, 跪那边, 这不可思议, 对吧, 一般一定是, 哇, 手就分开了, 对吧, 气块也是这样的, 它破坏的时候, 通常来讲不会从气块本身破坏, 这气体一定是从气块之间在, 会分开, 所以, 得出的结论是, 气体的破坏总是从灰缝开始, 大家知道这是气块了, 对吧, 这是灰缝, 化石的地方是最有实体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 在这儿我们看到一个事, 就是说, 对吧, 所以我们看, 它气体上面的这个裂痕, 它一定是锯齿形的, 它并不是像素不够, 而它是从灰缝破坏的, 当然在底下, 我们看它平了, 有气块被打断了, 为什么, 这个地方, 它连接的是下面的基础, 刚度过大, 想分手, 分不开, 就会受伤, 所以实验证证明, 这是我跟那么爱讲技术, 因为实验证明, 我就不需要跟你们证明, 大家相信就好, 提高砖的强度等级, 比提高沙浆的强度等级, 对增大气体的抗压强度的效果好, 当砖的强度等级不变时, 沙浆强度等级提高一级, 气体的抗压强度只提高15%, 而沙浆不变的时候, 专提高力气, 气体的抗压强度提高20%, 这事记起来有点绕的, 经常会有不约背错, 你这么近, 记住这张图, 这人叫Dunkhawk, 是一个, 就是, 曾经是一个最伟大的大力士冠军, 这里面有几件事, 有气块, 有沙浆, 会让它们破坏的是贺载, 对吧, 就是所谓压力的贺载, 贺载什么呢, 一定是你要被承载的东西, 所以这辆汽车就是贺载, 这个大力士呢, 就是气块, 基本上这个强度怎么样, 取决于它的, 但是实际上真正传递连接这些的, 其实是沙浆, 这根绳子就是沙浆,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就是如果说它拉不动, 一定是换一个更强一点的气块, 对吧, 它就可以承载, 假如说我在这儿拉这个东西, 对吧, 我拉了半天拉不动, 然后有一个结构是过来, 一张钢拉得很辛苦吧, 对吧, 拉不动没关系, 放根粗点的绳子试试, 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就这么点事, 那咱们看看气块的家族, 这里面有土坯, 烧结架砖, 火灵土气块, 当然它有石材, 但其实石材我不专门讲, 是因为它有一部分跟火灵土一样, 有一部分跟烧结架一样, 所以它不必专门来讲, 而且我会主要讲比较现代的东西, 虽然一直在讲古代, 咱们看看不同民族时代的气块的尺寸, 从古希腊的时代, 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度量单位叫做多容, 多容什么意思, 手掌的意思, 所以在希腊语里面, 这个多容也有信的意思, 因为用手, 手劲儿对吧, 现在咱们广东话里面也还有手信, 就是礼物, 都是用手提交的, 那么古希腊的这个建筑的基本单位, 是以多容为单位的, 就是手, 为什么呀, 因为砖是用手拿起来的, 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工地看到工人, 每一次拿起那个气块的, 它都在度量的气场, 所以我们能看到它有五掌砖, 就是五个多种方法, 就是五个手掌并起来的长度, 会有四掌砖等等等等, 然后它, 我们注意它的厚度, 厚度都会比较高, 绿迪亚砖, 就是当然也有用脚的, 用脚现在英质仍然还用脚, 对吧, 富它, 就是英寸嘛, 英尺对吧, 还是四, 英寸是跟手指相关的, 它都跟这个人的身体, 以及跟建造本身是有关的, 罗马砖是用脚来度量, 大概的尺寸是这样, 中国的年古砖, 这个大家得记住啊, 这个二十四乘乘10.5乘5.3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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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能忘, 呃, 为什么会是这个厚度呢, 其中一个原因, 这个是古代的, 这个就是万确, 在英文叫做cubic, 我不知道我念完你们还知不知道的事, 对吧, 有用, 这个在中国叫斩, 对吧, 就是, 都是用身体的, 大家知道因为工人就是用身体的, 人, 人就是用自己来度量一切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判, 呃, 为什么会定义成这些尺寸, 是因为气, 气块有几个特征, 在这里描述的气块, 待会我们会发现, 他把古希腊的, 不是, 把古埃及的, 包括古希腊的很多巨大的食材, 都从气块里排出去, 他要求他的尺寸, 不大于一百二十毫米, 这样子呢, 用一只手, 一百二十毫米是一般的人, 用一只手, 勉强还能拿起来, 在大于这个的时候, 你爪子就不够宽了, 它的重量, 不明大于三点五到四千克, 就意味着你, 你不只要能拿起来, 对吧, 你还能挥舞它, 能够把它, 让它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这是基于手工艺最基本的传统, 我们看中国砖的这个尺寸是怎么来的, 中国砖尺寸不来自于中国, 是德国人, 在二战的时候提出来了, 当然这个现在工智, 工智国家还都广泛的应用, 这种啊, 英智国家其实是一个更, 像英国美国啊, 就是踢球都有多少码, 多少英尺英寸的这个度量, 是更古老的, 在西方来讲更古老的度量, 那么工智出现, 它是基于什么呢, 是基于本初子五线长度的四百万分之一, 但这个它出现是因为有一个全球化, 工业全球化的这个动机, 希望因为你用英智的话, 其实英国人一直脚多大, 你知道英国人脚也不一边大, 对吧, 所以这事弄得他们觉得他没法标准化, 所以用地球的尺寸算出了一米, 但这个导致了, 我们会发现, 我们看一个英智国度的施工图里面, 标注的尺寸会非常的整, 所以它原本就跟这个气柱啊, 工艺啊, 人体本身相关, 所以它岁数不太多, 但在公智国家, 如果你抱出一整数了, 通常来讲你会像一菜鸟, 对吧, 你要说有正有名的, 对吧, 11.5, 对吧, 对吧, 它没取五取十的, 会感觉技术含量非常的高, 它并不是对小数有感情, 是因为公智原本就跟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当它跟人发生关系的时候, 它一定是一个已经被除的破乱不堪的这个数了, 所以当时公智被提出来以后, 公智国度, 比如中国是公智国度, 还有哪个法国, 德国都是, 公智国度, 苦于找不到依据, 所以这个德国人想了一折, 他把一米分成八份, 当然分成八份原理大家可能知道, 就出自于, 它要趋近于120, 这是一个基本用手能操作的这个尺度, 得出一个125来, 作为基本魔术, 那么125减10, 为什么要减10, 它是灰缝, 所以其实气体的大小, 就实际上气块, 它在码成气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按整数125的这个魔术来算了, 那它原本就把灰缝给考虑进去了, 当它减去这个一公分的灰缝的时候呢, 它等于115, 就是咱们现在砖的宽度, 对吧, 然后两倍的这个, 就砖的长度, 再减去灰缝, 240, 就是现在一砖就是24的, 对吧, 所以现在咱们叫24强, 37强, 对吧, 48强, 到时候咱们这两倍是叫37强, 然后125除以2, 它二分之一的时候, 但是这个它必须得碎了, 没办法, 得出的53, 就是这个砖的厚度, 为什么它要这么, 所有的气块都要这么薄呢,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尺寸已经可以在120之内了, 对吧, 我们知道当气块越薄的时候, 你就越要更多次的, 就像剪痘一样, 地上如果掉一吸管, 剪痘就完了, 如果你想要把相同体积的豆剪起来的话, 类似你的, 但是它为什么要把它做得这么碎, 当然小型气块, 390乘190乘, 当然我们知道它其实是400, 200, 200的魔术, 显得技术还量不那么高了, 但它为什么没有追击, 它要小于120的这个尺寸, 当然你看, 为什么气块要做得好, 在气块小时候, 也就是它还是土壁砖的时候, 我们知道, 撒尿活泥, 你得把那水晾干, 对吧, 它才能获得强度, 否则它是软的, 所以你一速, 它一定在它软的时候速它, 然后你晾两天, 它硬了以后, 它获得强度, 你就不能再速它, 这时候你捏它就碎了, 所以当它特别厚的时候, 它内部的水晾根本就出不去, 所以它不可能获得强度, 而在它逐渐泼水的过程中, 它会发生干裂, 所以它过于厚的时候, 它就算你掺太多的牛粪, 它太厚了, 你也不可能保证它是不裂的, 这是其一, 再其二, 在土坯砖长大了以后, 就是开始人类掌握摇动技术了, 最早是烧桃, 后来烧砖, 开始人家烧砖的时候, 烧砖是一个什么过程, 其实就把土坯砖给扔进去, 摇动里面给烧, 要烧砖的时候, 我们知道虽然它晾干了, 在这个时候要烧, 我们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烤面包, 烤白水, 一般我们追求的叫做外焦里嫩, 但如果烧砖, 它外焦里嫩, 这事就很恐怖了, 但是烧砖就会这样, 因为土坯放在里面, 它已经从外面烧热的了, 就是现在也没有微波炉的那种, 从内部加热烧砖的这个技术, 所以当它外部先形成强度的时候, 它就会强度越高它越脆, 对吧, 当内部还没有形成强度的时候, 外部已经形成强度, 它会跟脱水的过程一样, 所以, 我们看到烧结多孔砖, 它可以成到90, 为什么呀, 因为它有孔, 我们看到有很多饼干上面有孔, 对吧, 老式的面包它没有孔, 但它会压出印来, 它总会有一个降低它这厚度的这个工作, 因为它有孔, 所以它能烧得断透, 所以它可以成到90, 它不必是50多,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比如说红砖, 所有的红砖, 不同程度上都是外焦里嫩的, 所以像比如我小时候往地上要写东西, 你剪一块红砖, 就是你写起来很顺畅, 像粉笔一样, 但你剪一块青砖, 是很难写下东西的, 这是红砖和青砖的差别在什么呢, 所有红砖可以, 我们知道红砖的表面它都会比较粗糙的, 我们知道青砖和红砖, 从强度上是一模一样的, 像同标号的青砖和红砖, 但是青砖比红砖贵出三倍以上, 比如说在北京那时候盖一个四合院, 当时用的青砖几乎都已经九毛以上, 当时那青砖烧得是真的好, 当时我挑出一块来, 烧得像绿豆砖一样的完整, 平滑, 我让工头六包起来了, 然后装进书包里去北大上课, 上英语课, 进门以后, 按照没头发, 冲进教室本来已经晚了, 风尘苦苦痛工地来了, 一个书包蹲在书桌上, 然后突然想起来, 一想, 然后本来没有介意我迟到, 一想, 全班都在看我, 然后我想不会摔碎了, 然后把砖拿出来, 看了一下, 老师也没好说什么, 那么, 但没有那种质地的红砖, 所以青砖和红砖没有强度上的差别, 有很多同学以为青砖的强度更高, 青砖是什么呢, 在烧制过程中, 红砖是一次烧制成型的, 所以它外焦里嫩, 青砖是什么呢, 在烧制过程中不断地往里面淡水, 大家如果煮过面条的时候, 煮过面条会知道, 煮饺子也是, 就是说面还没有煮透的时候, 水已经开了, 对吧, 你一般会加一碗水进去, 降低它的温度, 继续烧, 所以说, 它为什么青砖要往里面淡水, 是延长它烧制的时间, 以让它烧得更厚, 又不会, 因为你降低了它表面的温度以后, 又不至于让它表面酥化, 脆化, 这是为什么在相同强度的青砖, 它可以表面非常的平滑, 是因为它没有过度酥化的, 所以我们以后, 如果大家去工地, 挑红砖, 你看红砖好不好, 你找一块, 把它给摔在地上摔碎了, 如果它呈现这种里面偏黑的质地, 青砖就这啥, 为什么, 因为它挡着水, 所以它会发黑, 红砖为什么有些会黑心, 是因为它在制砖开的时候, 里面脱水就不进, 所以在烧的时候, 里面它根本不可能完全被烧透, 原本如果完全晾干的, 都会外焦里面, 它里面还有水, 它的质量一定非常的低, 如果摔开以后, 是这种质地, 或者这种质地, 那是好红砖, 意味着它在制砕的时候就很好, 那么青砖通常来讲都会比较好, 这是那个原理, 所以咱们看看, 为什么混凝土气块都可以不用, 只知道120, 它是空心的, 基本用手你抓着这个边, 就把它拿起来, 对吧, 所以它只要遵照那个重量的这个限定, 它就没有问题, 讲完气块, 讲讲沙浆, 沙浆大概有三种, 一种叫做水泥沙浆, 是水泥加沙, 一种叫做石灰沙浆, 是石灰加沙, 当然叫做对水, 一种叫做混合沙浆, 水泥加石灰加沙, 水泥在这个里面比较高级哈, 水泥的出现, 革新了整个气体, 这个技术戒的, 是一个戒杯, 是一个分水岭, 那么这根怎么出来呢, 来自于一个奸商, 他知道最早叫现在的, 这个普通龟酸岩水泥, 也叫波特兰水泥, 它就是当初, 当时最早还吃了古罗马, 但是那时候人不会烧, 只有维俗为火山帮他们烧哈, 后来火山惹破了, 他喷的那些水泥, 把旁边层给埋了, 那一直到了18世纪初, 人类才真的掌握了, 制造水泥的方式, 这事是其实就在英国哈, 大家知道这是灯塔, 是维修灯塔, 大家知道灯塔干嘛呢, 它亮着的时候, 航船能通过灯塔的位置, 判断自己在这个, 就跟这个, 就是这个海岸的这个关系啊, 就可以保证这个航船不会搁浅, 那么, 所以灯塔如果要坏了, 一定是集修要抢修的, 当时这个抢修的这个生物队呢, 就定了石灰, 过去都是石灰沙江的, 到时候咱们会讲石灰沙江的原因, 然后, 但是他们定了一个奸商的这个, 但是他抽空减料, 他往里面掺了棉土, 压缝了, 因为过去都是按重量, 寄的, 他掺了棉土, 按体积寄的, 他掺了棉土, 用来这个充数, 但是开包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棉土, 但已经来不及了, 必须要想修, 否则的话, 有很多防线的船, 可能就有危险, 就硬着头皮, 烧那些掺着棉土的生石灰, 就烧出了水泥, 水泥的生料的配方, 就是生石灰加棉土, 所以感谢那个, 就突然烧出来以后, 就有了水硬性, 他们突然发现, 为所谓火山, 它无非就是里面有生石灰, 然后里面有大量的棉土, 它化学里是这样, 所有的沙江的成分, 主要来讲, 真正其他用的都是钙, 和硅, 钙是用来干嘛的呢, 钙是用来防水的, 另外一个是凝结, 硅是用来干嘛, 硅是用来实现它强度的, 所以在这个水泥的成分, 是硅酸2钙, 硅酸3钙, 硅酸3钙, 铁硅酸4钙, 它已经有了硅和钙了, 那么在石灰沙江里, 掺沙里面就喊硅, 所以它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儿, 那么, 这就是几种啊, 水泥沙江, 水泥加沙, 反正都是要加沙的, 那么石灰它是怎么回事儿呢, 石灰石就是碳酸钙, 碳酸钙经过断烧的时候, 它会变成氧化钙, 发生化钙逃逸了, 然后氧化钙它不稳定, 所以它加水熟化了以后, 它会变成氧氧化钙, 然后它在跟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反应, 以及它脱水等等等等, 它会又变成了碳酸钙, 有病对吧, 为什么要把碳酸钙变成碳酸钙, 但它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步, 跟波泥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它对水变成氧氧化钙的时候, 这时候它是可塑的, 只有在这个时候, 它才能像灰浆一样, 或者像抹面一样, 它才能改变形状, 当然你改变了形状以后, 它这个形状定下来了以后, 它重新变成碳酸钙, 所以其实石灰沙江的过程, 它其实是一个从一种自然形态的碳酸钙, 把它变成人需要它形态的碳酸钙的过程, 当然水泥, 水泥成分我刚才背了, 反正没有背错, 还挺好, 水泥就是生料烧烧变成熟料的, 它其实这过程也是, 但是它凝结了以后会更像石头, 所以在西方失忆地称它为流动的石头, 或者可塑的石头, 在广东我们实际地称它为石屎, 那么然后石灰是气性性的, 它在空气里面才能实现强度, 因为我们看到, 不管泼水还是跟二眼花碳反应, 它都要在空气接触, 水泥是水阴性的, 它必须要在水里面才能实现强度, 这是为什么不管混淆土的, 还是水泥在抹面上, 一般你做完以后都会浇水, 对吧, 然后工人回家睡掉的时候, 它是不能站在那喷水的时候, 它会导温水以后压一层塑料布, 不要让水跑掉, 它一定要在水里面待购, 待购48D到72D, 就是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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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粘, 它才能大致开始自足地形成强度, 所以这两个不同导致着一些水泥沙浆跟石灰沙浆的水中的特征吧, 比如说这些要点我们就不用备了, 砖墙底灰多用石灰沙浆, 为什么呀, 砖墙, 我们知道砖是有很多孔洞的, 它会吸水的, 所以如果水泥沙浆直接在砖墙上做底灰, 沙浆一抹上去, 里面的水就被砖洗澡了, 然后它水泥一旦湿水以后, 它就形成强度, 它的强度就会变得非常的低, 这是为什么即便是用石灰沙浆或者混合沙浆, 砌柱的时候, 通常来讲, 我们看到真正比较讲究的气柱是把那个砖要喷水, 要让它湿润, 甚至比较讲究的, 当然现在的红砖烧得越来越差, 泡在水里它可能不太行啊, 甚至就是过去的这个淘土比较好的这个砖会浸在水里, 把它完全沾湿, 然后它这次不让它抢走沙浆里面的水分, 因为石灰沙浆在它需要可塑的时候, 它仍然也还需要水, 它只是需要泼水, 这是这个原因, 所以水泥沙浆绝不能抹在沙墙, 就是沙浆的, 就是这个气体的直接往上的表面, 因为它会湿水, 面层多用石灰沙浆为什么呀, 因为它本来就是气氧性的, 面层它就是接触外部空气的, 还有一个, 水泥沙浆不能照在石灰沙浆上, 这是一个双疏的做法, 水泥沙浆就是要有水, 照在外面, 它一面接触空气在湿水, 另一面石灰沙浆也在吸水, 腹背受敌, 石灰沙浆它就是要气氧接触空气, 结果外边造一层水泥沙浆, 它既接触不了空气, 它又不希望一直有水, 但水泥不断地把水堆给它, 需要水都没有水, 这是截屏即负, 对吧, 所以一定不行, 包括有防水, 防潮要求的要用水泥沙浆这些, 那就不用想吧, 所以一旦我们了解这些原理, 它完全不用背了, 这些是一注考试里面, 考材料以后到年年都考, 每年考思很多人, 就是因为靠在它记忆力而不是智能, 接下来我们开始讲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密斯说, 居然这句话从密斯这里说出来, 他说建筑造势于两块砖被严谨地摆放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两块砖摆放在一起, 可以摆放得多么有点, 当然这个图来自于有一套结构手册, 就是大理理工出版社书的, 就是其中一本是契理结构手册, 这都有, 欧洲人我觉得有分类屁, 这所有的就是, 大家知道窄头朝前, 115朝前的, 这个叫做钉砖, 240朝前的, 这个叫做顺砖, 基本上主要就是这两种, 当然告诉我咱们看有棉的, 它还会有别的变法, 这所有的钉砖都朝外, 叫Hydrobomb, 当然这种它其实, 后面咱们讲抗震的时候会看到, 它其实整体性会更强, 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缺点, 太费沙浆, 你读一下图就能看到, 这个缝最多的, 我们要知道沙浆可比气块贵多了, 然后这种叫做英国缝, 英国缝按照咱们的一般的, 在中国这个叫做一顺一钉, 一批顺砖, 一批钉砖, 一批顺砖, 一批钉砖, 但我觉得欧洲人最无聊的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 英国交叉器, 它其实就是这个钉砖, 在这个缝的关系, 跟这个顺砖的缝的关系, 它不太一样, 这个是, 我离它有点太近, 总之是略有不同吧, 但其实在中国就是一顺一钉, 其实这个分类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是这是一个西方学术的传统, 有机会我讲一讲学术规范和情报学, 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才能够干, 这种在中国叫做梅花钉, 在欧洲叫做歌特器法, 就是每一批都是一顺一钉, 它会错砍, 但是它总归是要错砍的, 后面咱们讲抗战的时候会讲到为什么要错砍, 歌特也还有这种, 它当然也是每一批都一顺一钉, 但是它会把钉砖离得比较近, 这种气法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存在, 它既不省量, 它钉砖过于接近, 导致我们知道如果要破坏, 我们已经可以期待它一定是从这些地方破坏了, 对吧, 是吧, 就是它不够均匀,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薄热碟集中在这几个地方, 为什么呢, 但是这个可以有啊, 这个叫做飞气, 它真的是, 就是这个是每一批两顺一钉, 这个是相对来讲已经是很经济的气法了, 在中国来讲已经是很经济的气法了, 当然西方的分类屁, 你看它这两个都能分类, 咱们看点刺激的, 它有这个, 这也还能忍了, 这个每一批三顺一钉的这个, 其实这个就有点林剑的味道了, 这还没完, 哇, 待会咱们讲讲钉砖的意义, 你们就知道, 了解的越多, 胆子会越小, 当然这个还好, 这个, 前面这道梅花顺, 铜花顺, 在前面这道梅花钉, 这道铜花顺, 因为它是梅花那种气法, 留个顺砖, 当然这么干, 这个其实安全上没有问题的, 强度上没有, 整体性都没有问题, 这个其实有问题, 当然你要看到这个, 这个也就不交事, 我不知道欧洲人为什么会有这个, 当然我也不知道, 每一个气块究竟有多厚, 我不太敢评价的, 但是当分类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反正这事我不太敢干了, 你们也别干, 在中国这事, 这是中国的学术跟西方非常论文的地方, 西方的大学问家, 擅长的就是把一个东西描述的, 排他性极强, 他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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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他是什么, 他不是啊, 最终以后, 所以西方的整天论文, 80%的时间都在描述他的边界, 都告诉你他不是什么, 剩下那点他是什么, 还有另外, 他会打一个鼓劲, 中国的大学问家一定告诉你, 这个东西他其实就是那个, 那个, 对吧, 所以西方人都是在分科下决定了专家的属性, 以及他们的架务,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西方有专家, 中国专家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谋生活的东西, 他不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 中国人要描述一个学问家伟大, 说他精通, 除了精他还通, 对吧, 描述人伟大, 是说他精通, 描述不是人的伟大, 说他神通, 对吧, 所以中国人他总归是要通的, 所以他肯分三个, 我觉得已经感激T零了, 一顺一钉, 梅花钉, 这就是哥特钉了, 对吧, 他没有铜花顺, 三顺一钉, 基本就这样了, 五顺一钉, 你究竟是, 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鞋啊, 当然这个是压顶的部分, 大家都注意这个, 实际上有了框架结构以后, 这种压顶开始变得非常多, 你知道, 一旦填充的时候, 你气到最上面的时候, 你不可能完整气成那样, 通常来讲, 一定是斜摆一排, 然后你通过这个斜度来调节, 它最后一匹的高度,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把这些八胎看一看, 看它们素颜长成什么样, 然后砖墙在, 砖墙有一个非常重要, 大家只要记住这一件事, 每一匹都让它尽可能的不同, 不要让两匹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看, 在转角的部分, 在交叉的部分, 它一定是这一匹, 这个12强的是拉通的, 下一匹一定是24强拉通的, 在这也是, 这一匹这拉通, 这一匹一定是这拉通, 它一定是反复交叠的, 这个像我刚才讲什么呀, 编织, 气块一定是被编织在一起的, 它才具有完整性, 所以你批一堆线出来, 和你批一片布出来, 它一定是不同的, 你看每一匹都会不一样, 它两匹气法一定是反复交错的, 这一匹就放在这边, 对吧, 这一匹是完成的, 这一匹一定是把这一匹拉通,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气砖的时候, 只要记住让两匹足够的不同, 并且相互反复叠压, 这不就是经线和尾线相互编织的, 这个原理吗, 对吧, 更厚的墙, 在中国通常来讲叫12墙, 虽然是115的, 叫12是因为它两边会抹灰, 会叫, 但是叫24墙, 尽管某区的24墙, 大家记住就好了, 这个没有道理好讲, 老师傅你带着在船上来的, 但是一匹半的叫什么, 叫37墙, 不叫36墙, 但两匹呢叫48墙, 很讨厌的, 记住就好了, 所以在工地上, 如果是一匹半的叫37墙, 你叫36墙, 通常来讲, 胸的一听就会知道, 学上, 尽管你是大学生, 在生对也是欠缴, 所以这些处语, 要避他表达尽的幸福人, 因为气块本身它是方方正正, 所以当他气一个直角的时候,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呢, 当他气一个顿角的时候, 跟他形状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他都是这么看的, 他会把这个切掉的, 但上一匹他切这边, 上一匹他就是切这边, 下一匹一定是切这边, 他一定是, 对吧, 这边你是切他的, 这边是切这边, 他一定是反处叠压的, 一定是相互交错的, 但他为什么要切呢, 是因为他是一脚子的, 但是他不切的话, 不会影响他强度, 对吧, 切的话会更好看, 但其实不切的话, 是真的更不好看, 这是我师父, 所以有很多, 有很多打动人的东西, 它其实并不来自于, 你构思了一个, 谁都没见过东西, 它只是, 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还在感慨, 外行和内行的区别, 在于内行具备精湛的记忆, 外行不具备, 但是我手和俗手的区别, 但俗手你起码得是内行, 才能叫手, 是你具备了精湛记忆以后, 你仍然有一双清澈的, 充满好奇心的眼睛, 每次都能从头, 从一张白纸重新审视这个过程, 当然其实我觉得, 最糟糕的事并不在于, 你会成为俗手, 因为在所有学科和行业里, 一定99.99%都是俗手, 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理念, 咱们听课的多数都是学生啊, 有太多老师教育学生的时候, 貌似在保护一双清澈的眼睛, 告诉学生, 不要拘泥于传统的做法, 要超越传统的做法, 不要只是做历史, 而是要超越历史, 我没有听过比这种话, 更自大和贺迁丑的, 屁话超越历史, 我不知道有哪里大师自称超越历史, 我们要, 我们俗心捋这个过程啊, 国手和俗手的区别是, 当你具备了精湛的记忆, 你仍然能让眼睛干净, 这意味着, 学习记忆是有可能刮花你的眼睛来,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 我们要研究理论, 研究大师的名作, 体会生活, 研究艺术, 去读书, 去学习, 去体会, 去失从于国手, 是为了重新把被记忆刮花的眼睛擦干净, 但不意味着你眼睛干净, 你就能成为国手, 所有的外脏, 眼睛都是干净的, 因为它从来没有被刮花, 所以我建议所有的同学, 没有例外, 不管你有多高的天赋, 一定从学习最基本的记忆开始, 所以有太多, 连最基本的做法都不懂得同学, 在那儿嘲笑那些抱着图级画的专业人士, 所以不意味着你不照着图级, 你就是高手, 就像所有的天赋, 看起来都让孩子最有个精神病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最有个精神病, 都能成为天赋, 只是具备某些相近的客人, 回到这儿, 这个做法太简单了, 它其实跟这个做法没有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呀, 它只是没有切这个角, 你只是在想切角是干嘛用的, 当我的后背要靠在这个角上的时候, 当然要把它切掉, 但是当我想要看看的时候, 这张图片是建筑师的主编黄俱正老师拍的, 当时我就是那几年, 我一直在庆祝会馆当党教官, 然后黄老师跟我说, 一小张下午四点钟带我回到这个地方, 下午四点钟带他回到这个地方, 刚好在公里面最大的地方, 这是摄影和照相的区别, 虽然这一张是不错的, 这是红砖美术馆, 几乎也是完全一样的做法, 当红砖美术馆出来以后, 有很多业内的, 包括学界的评论家, 都在说, 哇,赌一个, 你居然又干了一专房子, 而且你的专房子居然还有这个东西, 就是我也太清楚, 最近我个学校出书开始骂人了, 骂的还挺痛快的, 就说中国的建筑师, 现在不能容忍自己做的东西, 跟别人做的东西一样, 甚至不能容忍你 mesmo做的东西, 跟自己做的东西很像。 如果, 我刚好说骂着可能是有点不, 但是太切切了, 如果作为一个男建筑师 你老婆生的孩子长得不像你 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 当然器杂一定不止这几种 咱们见到这个人 叫Laurie Baker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人 是英国裔的 英国人一辈子都在印度盖房子 因为他一直给印度的穷人盖房子 所以他其实 他有一本建筑学笔记 笔记上我们的老师都告诉我们 建筑是没有对错的 但是他笔记上全都是试飞体验 而且他的标准就一个 所以建筑是有标准太重要了 不管这标准试什么 这RS开始我不知道试什么 后来有人告诉我 试什么鲁比还是什么 就是印度的那个货币单位 这个就是造价涨了 造价降了 他所有的试飞机都是 这东西只要多花钱就是错了 少花钱这是他75%就对了 一根筋啊 这根本一根筋 但是我们看到 做技术一根筋能做出多几个东西的 他说这东西不但省砖 省完砖以后发现 它隔热性能特别好 但是它一定也会有针砖的 用来拉接 而且它也是前后错开的 这个在我国叫做有棉空心砖 就是这个棉 其实就是里面的这个空心啊 因为它其实 当有空气层的时候 它隔热会接的非常好 但是它隔热是个副产品啊 省砖才是它要办的 这在中国也有了 而且中国的这个砖比它薄多了 这我在苏州拍的 我在苏州看见这个东西以后 你看原本这个顺砖啊 你发现面砖可以朝前 我们将来一旦看到面砖朝前 这么气的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它一定是个空心砖腔 再有种可能 它是一个贴面砖腔 然后当时 当时我见识 李清刚工作室警客去出州 然后我看到这个墙以后 打起过望 我就不断地跟他工作室里的人打赌 这我是全都打了 那还是我年轻且残忍的时候 我那时候打赌 我一拳能打一呼 信不信 他说不信 我赌十块钱 他说好赌十块钱 打一这个 这是我赚的第二个十块钱啊 后来他们走了 我突然看着一这个 他们就全都信了 我为什么拿这个赌 因为他抹得灰了 我拿这个赌 对吧 那也太拿不愿的 这一人是什么样的事 这个 你看有对错 没标 我们知道 Laurie Baker干的活 这是一组 这个讲的事是什么呢 所有的砖墙 我们知道砖吸水 所以砖墙 一旦他接地的时候 他会 他就会很容易破坏 因为他底下会存水 所以通常来讲 比较传统的砖墙 它底下都会用毛石 砌一个这个基础 而且会砌起来 然后确实我 也是我见到的很多 他都是会把砖墙卡在中间 为什么要卡中间 我真的没想过 看到这个才知道 我有多愚蠢 他说了俩事 一件事是 你把砖墙卡在中间 它出现了一个阴角 这地方存水 砖墙就怕水 这东西也很不应该 所以你应该把它卡在外皮 这个时候水直接就滑下来 这是一个建筑师的观察 所以很多事 它真的不是说 你铺开一张白纸以后 然后把眼睛弄花了 对吧 摘下眼睛看到 哇 画一笔 对吧 画一笔 然后看了大关系 然后再 那不叫建筑创作 那叫精神病 其实 我见过所有高手 伟大的建筑师 他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他会多想一步 然后当他做到这步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很好了 对吧 已经很聪明了 突然在另外一页 我发现 他又错了 但是一旦他错了 我们知道 一定是 多花钱了 为什么呢 他发现 说反正 这儿会有高差 对吧 你已经把它给错出来 实现一高差 你把气在这儿 太可惜了 你应该把地面 气到这儿了 就是说你 先天还能得到 一组家训 所以 对吧 就是 曾经是 打钩的 他在 这个其实是 对咱们城里人 太重要了 你说现在一平米 多少钱 这个在泉州 在中国 当然我们很难讲 这个气的讲究 它看起来 当然在建筑师眼里 它会很讲究 但其实它完全不出自于一个 艺术动机 大家知道 泉州这个地方 闹过非常大的地震 所有房子都震塌了 我们讲了这个 是吧 所以主要有气体的房子 一定是有毛石 有砖的 灾后重建的时候 一定是在废墟里面 重新建起来 首先 砖是谁家的 已经顾不上 第二 你赶紧把墙气起来 这个是 对吧 我要马上住进去 所以 这大罐块的食材 原本是用来防水的 在这一刻 我们会发现 当它卯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少气很多砖 对吧 然后遵循 它要比较均匀的 这个逻辑 它有花呆了 被弃在里面 然后 张雨格老师 曾经说 就是曾经跟我们 讲过一个要点 是这个 要恒着气 是当地工人说的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要恒着气 恒着气比较好 但是在当地 见到大量 这种竖着气 所以当时 就是全都解释不清楚 而且就是 在中心曾经 就是好几堂课 就来研究这事 上升到 哲学和社会的高率 后面会讲 它都有做的大量 但是后来 我会发现 竖着气好 尤其在灾后 重建的 是被人 是我在我的工地上 建工人 气砖厂 当有两脾气的 不平的时候 他松那个砖的时候 突然移植到 竖子 横着气 我们知道 石头的尺寸 跟砖 它一定是不匹配的 对吧 横着气意味着什么 它每气到这么高的时候 它就要用砖 就要跟石头 找这个尺寸了 对吧 竖着气的好处是什么 你把石头立起来 你气吧 气到这以后 找一笔 然后再立起 再气 这个时候 我找三遍这个高叉 这房子就盖起来了 但这个我要找几次 一次两次 三次四五十六 所以他们家 一定比他们家 多住进去 早住进去好几天 对吧 但是说人都不傻 后面咱们讲 抗战会讲 如果再地震 他们家人会死得很惨 他们家人安全很多 但是这个事 对于灾后重建来讲 这件非常痛苦的事 但是建筑师来到这 欢天起地 还记得芝加哥的故事吗 当时张老师到这来 哇好棒啊 还能这么气 然后打听一名叫 出砖入石 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好 大家知道这是人吗 这不是窗户 地沟 雨水壁子 实在是 人家气在地上 当时有雨水 然后带着树叶 什么的 就是他在牌的时候 这些都是地沟 当然这家一定是 太着急要住进去了 所以有时都往上怼 所以他们家在整个这里面 最狼狈 但是我在这里面 最喜欢的就是 他们家这个墙 但是我一直在 找机会干这事 找什么机会呢 但你平时要干这事 其实确实有点 其实有点矫情 对吧 就是但是我终于 找着一副矫情的事 我成年以来 不能忍受一个东西 叫做挡土墙 挡土墙挺好的 后边咱们还会讲到挡土墙 所有中国造源的假山 无非就是挡土墙 石暴土山 但是挡土墙 我最不能忍的一个东西呢 虎皮墙其实严挺好的 尤其越老的虎皮墙 那时候工人做的秃缝 真是棒的 但是虎皮墙 大家知道 你一旦气得高了以后 它里面土里面下雨存水 那水压会特别大 所以它一定会 每隔一段 它就会 弄一个PVC的管子 把这个水给尿出来 所以大家从这儿出去 东西就顺着坡往下走 华宫的挡土墙的上面 也能看到 一定是军部的排水口 我觉得这个排水口 特别不体面 当看到这墙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事 我知道这事干怎么办 这一握盘 这是干嘛用的呀 这一层它就可以倒水 对吧 然后 所以当我知道两件事 一个是中国古代造源多数的 这个甲山 其实就是挡土墙 另外一个是 当有这种气法的时候 这东西就可以走水 当我再做挡土墙的时候 完全可以淘点磨盘 然后从这儿走 还有点沉踪的味道 然而作为一个建筑师 你带着这双眼 看很多东西 能看到很多专业 离我去的东西 一直在学摄影 当然 它也会让你变得 突然不解风情 因为你不管看什么都是 会把它理解成建筑的样子 如果女朋友 跨装桌上 一堆瓶瓶罐罐 我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复杂的 锅锅工艺 后来她跟我讲了 很多遍我不明白 终于她了解我的语惠以后 跟我说这粉底 就是挖的腻子 我马上就明白了 不止明白那个 她每层我都明白了 后来出了一宫 叫BB霜 她说抹着一层就行了 我说是清晰的一层 当然这事 到了这里后 你看这是张伟和老师 他在泉州 就盖了一座 当代美术馆 用的就是出砖入石的技巧 在这个时候 它已经不是一个 灾后重建 用来追求速度 快速入住的办法 它已经变成一种艺术软件 但我们会发现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 技术和艺术之间 这条静位分明的差别 它都是数 既精而既于意 所以出砖入石的故事告诉我们 它其实就是 它是不是砖 以及是不是石 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讲 比如在我的工作室里 我会邀对我工作室里的同事 不许说形容词 你不要告诉我这个东西 简洁 还是简陋 还是复杂 还是丰富 那一毛千亿都没有 只许说动词和名词 名词你告诉我 你要做什么 动词你告诉我 你要怎么做 而且你在做设计操作的时候 通常来讲是动词 名词在你建立 价值标准的时候 已经被处理掉 所以 当我们接触 某些设计观念的时候 我们要格外注意 动词 就是我们发现 它其实所有的核心 都在这一出一入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一旦我们把里面的变量 给提出去 我们发现在这个函数里 它就是一出一入 出什么入什么都行 这是我师父干的 这也是一个 有学有类的故事 这是清水会馆里 这叫斯卡帕大台阶 这个台阶 其实来自于 不管古宝博物馆 还是布兰安家族墓园里 都有 这个名字叫斯卡帕大台阶 似乎向斯卡帕致敬的 都是红砖的 就是这个 这个清水会馆 非常的纯粹 要清水 但是当时 其实一个特别郁闷 这个老板做完了 因为做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那工人特别爱从这走 甚至从这钻窗户 飘着弹子 从这过去 但是像李渔说的 就是往来附和着 难保无一时勿处着户 就是它其实就是 它这转角的砖 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红砖其实它会特别脆脏 所以那边还没修完呢 这个基本转角已经 有很多个调了 你要把原来那砖给 抠下去 重新再向一块砖 这其实让人 非常心疼的一件事 所以一直是我师父的 切出之痛 一直到 红砖美术馆的后统 这个叫怀骨 因为中了怀树 但是在这里面发现 他出了砖以后 入了这个石以后 他刚好就做了这个转角 当然在这里面 我不想说 我不能说他只是为了 让这个转角更结实 因为他确实提供了某些表现 他这个表现 或大或小的 不同程度在打动的人 但是他其实 他一定不止来自于 你想的变化 因为如果当你想的 进度变化的时候 他可以变成任何样子 他为什么要 要是这个样子 并且能够打动的人 所以其实 会有很多设计老师讲 做你自己的设计上 比如说 你想做的和别人 我听太多同学讲 我说你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有很多东西拿出去来给我看 应该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别人都做成什么什么样子 我不想做成这样 通常来讲 我的第一线时间 智子费 结束这个讨论 是因为 我经常骂我们工作室的小朋友 你想和人不一样 没事很容易 我讲了很多次 你现在裤子脱了 出去跑一圈 你就和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本身不代表好 也不代表不好 你跑回来 你上网去搜搜 你绝不是第一个光着屁股 复兴跑的人 所以认为自己标签 利益 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孤陋吧 当然 这个又是Lowry Baker 他不是为了糟 他真的是 你说你给熊神盖一个教堂 玫瑰汤 彩色玻璃 该是一个多么贵的东西 在中世纪大教堂里面 它也是预算里面最高的这一部分 仅次于结构部分 但是 它总得是个教堂 对吧 我们看到 就是啤酒瓶子 我们说一般一箱啤酒瓶子 比如在中国主要是绿的 每一箱都会有一个棕色的 那个叫酒头 是用来清点树木的 你只要数棕色 就知道你大概有多少 对吧 这还有这蓝瓶子盖 然后基本上 你有几种瓶子就完了 然后你把这砖出了以后 你入了酒瓶子以后 它会变成这个 而一旦它变成这个以后 即便它在做住宅的时候 这个贫困的甲方 它仍然请不起中世纪 有着伟大彩色玻璃和食材工艺的酱 但几个啤酒瓶子它还是拿得出来的吧 所以在这里我不知道 在哪一刻它是 我们在哪一刻的时候把它定义成技术 而这个艺术 它这个就是迪埃茨 那个乌拉圭的建筑师 在这里面 它这一出一步 有多大海银 迪埃茨盖东西其实挺贵的 比一般的分析也贵的 但是它逆天的程度 完全配得上这个高昂造价 以及再翻个翻都值得了 但在这里面 我们也能想到它是为什么制定的 但我们发现 其中一类的表现 都来自于这个出入 它与记忆的高低甚至无关 它与造价的高低也无关 所以千万别再抱怨 假装扣门 它拿不出钱来 我们当然知道它的原型在哪 然后直到有一天 这个叫彼得·宗姆波的光头 它出入了砖以后 它突然发现 老的什么也无助了 它制造了 居然像水一样的光效果 这又是那DIS 出砖 它入了个态度 认得这个吧 水泥管子 基本上咱们是拿保护管道的 一般你身拉的 不管是采用暖的 气的 一般都会照这个管子 我曾经自以为是以为 因为我有段时间研究康 我最喜欢康 小空间支撑大空间 我就相中这管子了 有三米直径的 而且我一打进里边 配金很密 这东西还能锯 而且锯卡非常简单 因为那个时候 我完全没把握 有一天我居然能盖 有基础的房子 所以我那时候想的是 老子有生之年 能盖几个零件 此生 足位平生了 所以想的都是盖零件的事 想这个东西 基本你把它锯开 稍微拖开一点 它就一房间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 强度高级了 它也可以做结构 对吧 你把这东西 直接调装到现场 该摆的摆好 然后 对吧 然后我紧接着 在这个下一步 我研究的是 青钢龙骨的结构 往上面搭一大杆 这个房子基本就带了 七七八八了 接下来我讲的事 更逗 基本上 因为这些东西 单元它是有 基本的规格的 当时其实把 所有这些强性 是 我都想刻成章 以后 拿到用地了 以后 我勾完边以后 就把这些功能 当章就印在上面 电话做得爽 那时候我觉得 我特别了不起 知道有一天 我看DX这儿 把这东西 给在窗户上 因为你知道 当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你知道 其实这个 这个窗户 和 科布的窗户 从彩色玻璃的短片上 你非常接近 它其实略有不足的什么样 科布这个墙几米厚 但是DX它就是做得薄 后来咱们可以看到 薄得 让人觉得 提心吊胆 所以它一直获得不了 这么厚重的 这个 窗户 到这一刻 它终于有了 接下来咱们讲讲 气体结构的表面 气体结构 其实最典型的 这个 属于它的表面 就叫 清水分墙 就是 我们表面 就是抹灰 这个是我 这是我一好哥们 这一摄影师拍的 这个叫猫道 就是 其实原本没俩能做这个 在现场的时候 看到猫在墙上走 然后 我大师兄 董老师的公子 现在应该上初中了 人家生下来就进师门了 没办法 都问大师兄 大师兄说 我也想上去玩 这就是建筑师的霸气 然后我说 好啊老子让你看 这玩 然后他就 在这儿弃了几个叠色 就把这气宽了 有个六百厚 就可以上人了 一旦上人 就有了一层步道戏 整个这个叫清水砖墙 在我年少五致的时候 一直认为清水砖墙 是一个更便宜的做法 你能不用抹灰 后来他知道 这有多么的五致 这是我大师兄 我大师兄 剩下来就会多捧 这个真的是 家学院院 过去我一直以为 所谓清水砖墙 就是你把砖墙 砖完以后就完了 后来呢 到我很大了以后 才知道 清水砖墙 你砖完以后的 这个灰缝是这样的 它是见不得人的 你是要专门 做一层灰缝 把它勾上去 这个叫做勾缝 我师兄又在勾缝啊 实际上你要把 就是更稀的 这个水灰比 水灰比更大的 这个沙浆给抹进去 然后用一个瓶的东西 把它给勾得非常挺 它在体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手工艺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 做清水砖墙 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事 我曾经特别想盖这样的房子 但是我越了解这个房子 我没给一位中国的建筑精英 带着他走过这个房子以后 我就越来越打消 将来盖这种房子的 我不是那样的 就是偷窝 所以以人为境 一个专业人可以照出你 你别再说 因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我做这样的房子 其实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是你先决定了 然后你来决定房子 往往 当你希望在某一个领域 当你真的达到极限 你发现你做不到 你发现你做某些事的时候 你真的会很快乐 别人痛苦的事你快乐 而有些事别人简单就能做到的 像比如说以我的师城 我的师门应该在中国 乃至在世界上做气体 做得最好的师门了 但是不管我的师兄师弟 只要是在师门里是个人 砌砖砖砖的就砌得比我好 他们可能花一两天的时间 我花一个礼拜做出来 也没有他们做法 这个时候你才真想照镜地 照出一个人 而不是给自己画一个漫画 让自己以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很多时候 你真的照出自己的样子来 是很残酷的 尤其当你曾经非常渴望 成为这样的事 所以渐渐地我开始发现 包括我师父也渐渐发现 他不喜欢跟我讨论构造 讨论技术 虽然我在这讲技术 是因为发现 真的是从那个师门里出来 你多少都能讲一点 但是我这方面 一定是我师门里最多的 但是我师父乐意跟我讲 位置经营 讲设计策略 讨论空间 讨论表现 但是他一旦 后来他图都不让我画 他实在瞧不上我干的活 这个叫做 以专业为敬 这个才是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我不能选择做其他的建议 但是这个是西方的清水砖墙 詹森·克林特 是北欧的建议师 我们发现 他拿 他拿砖 其实盖的这什么东西 盖的就是哥哥式的教堂 连外部的束缚什么都有 但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用砖 气线条 气别色气出来 外面还好 你看 这个在建构 做法里面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建构行为 叫做材料置换 再给大家提供两种 自修的途径 这种是更容易的 叫做材料置换 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形式 我不讨论形式 因为你在一个设计里面 又讨论形式 又讨论材料 你一定讨论不过来 你一定是固定某一端 然后来讨论另一端 对吧 即便函数也会有 自变量和变量 对吧 它不会两边都是变量 对吧 这个时候你无从讨论 它不是横等 就是没有意义 那么这个叫做材料置换 是你 毛布了一个形式 它就是中式的形式 虽然那是用石头 石头是被雕琢的 是被降落出来的 而砖 是不希望改变它本身的 它每一块都有它标准 它跟实材的这个 雕刻工艺 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但在这一刻 我就是希望用这种材料 来达到那种形式 在这个时候 对你的材料构造的价值 是一个极强的训练 再一个叫做形式之换 砖跟克林做也大量的 你用一种材料去做所有的形式 就像我师傅 用砖 气做 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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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用什么材料做 我都用砖来做形式主体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它其实看起来非常不同 但是它太苛刻了 而且因为是用砖 它甚至有比 实材的焦路本身 所达不到的某些 非常重要的 而且还有很多 是不适合用砖来做 所以 每当我看到砖在做这种曲线 而且它们做得非常平滑 但其实它不够平滑 对吧 因为每一块砖 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作用 它其实是一个被像素化的 是一个有折线的 有构造痕迹的 但是 它比那些用混凝土 现交出来的 还要打动我 直到有一天 我在电视里面看 有处惊议 叫 贵妃醉酒 当时我想到的 马上是这样 我突然知道 它为什么打动我 因为原本我很奇怪的是 就是 贵妃醉酒 我觉得很无聊的一个事 我讲 中国的戏剧 为什么要表现 一个中年妇女撒酒疯呢 这东西究竟有什么好看 但是直到我开始认真的 去看贵妃醉酒 就是她 她所有的这个身段 的表现 我突然发现 她不是要表现撒酒疯 而是要表现贵妃的端庄 就是你发现 你摆一排美女 待在这儿啊 让她们比端庄 你不可能知道 谁更端庄 你把她们灌醉 你一定知道 谁起根上更端庄 所以让贵妃喝酒 是为了表现她端庄 所以我终于明白 她其实是一个 被灌醉了的砖 她表现的不是砖以外 而是告诉你 砖可以怎么样 所以包括在这儿 我们看到 她其实这个 这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她做一个砖堆 这是一个休息平台 这是一个砖踏步 那么她上来的时候 其实 休息平台 因为她需要面积更大 她一定不能站在 站在这梅花庄上 所以她一定需要放大 这时候你气起来 怎么放大 你应该在这边 叠色对吧 在这个方向也叠色 当你分别 单向叠出来以后 你就会出现叠色 三角 然后当你把这条 气出来以后 一个四边形 它通过一系列 气过的手段 它变成了一个八边形 八边形在基督教里面 非常重要 尤其中世纪 多数的古堡和教堂 它的塔头都是八边形 八在里正硬 那么 但在这里面 你从几何 甚至从破骨 也能够阐释它 然后 但是在这里面 你发现它不是一个 几何问题 你真的想把 一个四边形的专堆 你想把它放大以后 你通过普通的工艺 气出来 也是八边形 在这个时候 当你难以区分 究竟有哪些来自于意识 哪些来自于技术 它分别 都自身独立 但它又如此相容 这个时候 它才真的是 最正硕 人心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 红砖美术馆 它里面有一个 最大的变化 我师父终于开始 专来表现中国的东西 康说过 专想成为统炫 当然我师父 一定也会让它成为统炫 但因为康是一个西方小孩 一个在东方 长大的小孩 当他用砖盖了一个中创的房子 他会希望它成为这样 但在这一刻 专业是周末 所以材料真的有它 它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 做这个 所以当我们看了 这个贵妃醉酒了以后 我们知道中国的贵妃 贵妃醉了以后 它就会成为这样 它一定会回归 它文化选择的那一面 而且当我们真的离得近以后 我发现 我们发现它 它根本没有这个 这个做法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器柱 只是把其中的一些砖抽出来 让它选择了不同的场合 你把它推回去 它还是那道砖强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压力 所以在这里面 它甚至连 它甚至连精湛的气法都没有 在精湛会馆里面 有大量的让人看起来花样翻新的 让人热血沸腾的气法 但是在这里 这是我见到我师傅用的最简单的气法 但是它直接回归了 一个我最熟悉的 不需要讨论的一个形式 它如此形劲 如此成练 所以在这一刻 会有很多人认为 红装美术馆 只不过是清水会馆的一次复制 而且因为引入了清水混凝土板 以及凉的表现 认为它是一个退步 但是其实 在这当我们看到了更平实的气法 做出了更有文化选择意义的东西的时候 在这两吨 当它各自走向极致的时候 看完戏子 看得超大 这十多村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 会去找一个电影 叫《投兵状》 就在这拍的 我记得那时候 好像中心开年会的时候 就是放电影 放了《投兵状》 第一个镜头 往耳突然 哎呦 石头村啊 然后就开始讨论 这个东西没有灰缝了 为什么 石头气得这么紧啊 看这个厚度 看它最薄的应该是多少 但是在这我们还能 还是仍然能看到 非常基本的气度的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能看到 那上下两屁一定是错开的对吧 它符合最基本的编制原理 当然在这边它会比较淘汰 但是我们仍然能看到 它在转角的食材 一定是一提这边大一提六分 一提六分 一提六分 我们来讲讲价值品判 还记得文艺复兴吗 还记得路易斯康 他们干了什么事 他们拿砖砌砌了一墙 觉得不体面 用石材把它给 做了一层面 石头村 它名字叫石头村 这地方最得前的就是石头 所以我们看 他们干了什么事 他们用石头砌了一墙 觉得特别不体面 在外面 铺了一层砖墙 以掩盖它是石头的铺 所以有的时候价值品判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它不直接决定好办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抛开一门技术 直接讨论它的艺术 以及文化的时候 不可能讨论清楚 因为哪些是执着的文化追求 哪些是在技术上 不得不实现的东西 我们都分不清 怎么可能知道谁是谁 终于到这 其实它也完全符合我 我前面说的一个比较糙的做法 但是它不能再气了 在全球范围内驾驭使用 无人能出其用 就是中国的假山 但如果大家去研究一下 有机会讲原理 是在讲 中国80%以上的假山 是石暴土山 暴土是为了在上面种东西 石暴土是为了让土不至于崩坏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呀 这个做法 我们看到海底土对吧 上面它也种了东西 这个东西 说白了就是当土墙 这个气盘也是当土墙 唯一的区别是 中国的文人用的是太湖石 有些地方用的是黄石 在北方甚至用土糊石 没有关系 石材也不直接决定 否则的话给你太糊石 你都能做出假山了 我是做不到 虽然我研究了很多年 那么它可以让散碎的糊石 气起来像一块完整的水 如临大山之路 当然在这里面 所有气法都一样 它最大的不同 除了石材的选择和大街 就是沟缝 所以我们突然发现 其实中国的假山石气法 如果在工程技术上 叫做清水石材 墙 清水石材挡土墙 有三种缝 平缝 突缝 还多了一种叫做甲缝 我今天不讲厨石 这都是用非常多块 残碎的石头 砌起来的 这个叫做突缝 为什么虎皮墙要砌突缝 是因为要快 大家知道 这些石材拼在一起 一定不是颜丝合缝 如果你希望像这样 把这些缝都勾起来 你要在里面 欠很多的碎水 这个叫做欠片 但它会导致 这个工艺非常的复杂 所以工人直接就决定 为什么要构成虎皮 当这缝盖在外边的时候 它里面怎么交接你 根本不用管 所以突缝是一个 在地墙上更容易实现 让它摆脱粗糙的 这个工地面貌的状况 当然中国文人最伟大的过程 就是通过沟缝 配合中国山本化的秦岛 让这些散碎的时候 像一座完整的大山 当然这个是 刘元武通仙馆的这个甲山 但是真正从甲山的这个记忆上 它其实 有几位高手都认为这是俗手 但是起码 俗手也能做成这样 你知道哪块是单的 全都是碎了 这是我干嘛 在一个阳台上 我师父要七一水石子 他刚才你不是研究甲山吗 七一石子吧 其实将来一定是被水淹没了 但在那一刻 它对我来说就是一座甲山 所以被水淹没的地方 我一直在讨论 你看它其实就是散碎的石头 在这一刻它其实分别是石头 它只有在你钩完缝了以后 它才会有点像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来对这些缝 并且在这里面有大量的缝和欠片 你其实是希望它 这些石头会貌似 从缝里面裹出来一样 它会这样很快 当我这个做的 不只是俗手 简直是一个找不到形容词 就不好说骂人话 但是其实这个做的 真的很痛苦 当时我跟工人说 喂师父 这个能不能勾得自然一样 工人说什么叫自然一样 我说你别勾太平 这工人急了 我们家 急待人都做这个 就是勾得平 你这是骂我 正工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然后我看它勾得是真平 我勾不了那么平 然后那我来吧 就是我看能勾得简直就已经把这个 然后我就开始勾这个 用他们的东西 我发现我勾出来也平 是平的特别为主 然后我发现我不能用那 然后我就用手指来塑它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最敏感的 他没有 然后做的血肉模糊 工人看的也热雷银矿 虽然不知道这个家在干嘛 但是觉得很感动 真的是血肉模糊的 然后带了几个橡胶手套 但是在沙江里面 因为有石灰它是烧的 然后有沙粒 当时就是很快的就破了 然后我不耐烦就那么肃摸 在那一刻 血的教育 让我非常深刻的理解 中国人的化山水 为什么要用毛银 而不用刷 它太需要这个敏感 和自如 但自如不等于自由 然后喷上水以后 让它呈现洗干净 呈现胜禁的形态 它会变成这种玩意 但是西方人呢 从来没有想过 让这些石头看起来像一座山 那这是特责格 德梅隆啊 那这团一个矿下角 但是它们在叠气的时候 对吧 这是现在活着人里做表皮 做的比较顶尖的一个建筑天团 但是干得最狠的不是这团 这其实就是这些石材干擂 干擂就是意味着没有沙僵 它全都是通过叠压相互受压 所以通常来讲 肝子一定是片眼 它一定是接触面不够的大 而且一旦有悬空的部分 很容易导致硬力集中 它就会破坏 我不讲硬力集中 那么在这儿 这一酒场 它想弃这个东西 当然首先是漏风这东西 保温 然后甲方跟他说 我们的酒要保住在多少度到多少度之内 低于多少度它是葡萄汁 还有多少度它很快就变成色 然后这哥俩给他每个酒桶都做一个保温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气这个 这个其实它用的不是片眼 但用的是干擂 为什么呢 因为它引入了一种材料 钢筋 当然其实有很多 甚至干擂 在现代的做法里面 也会在里面配金 起到钉砖拉接的作用 让它整体性更强 但是 它其实就是受拉的 因为钢筋 本来就是比如说配钢筋网片 它就是受拉的 那么在这里面 实际上它用了钢筋也是受拉的 因为这石头它会 它会往四边倒对吧 它扯不在是钢筋 钢筋还是受拉的 但在这里面 它只要把石头倒进去就好 然后我曾经一度脑抽 我在想 它为什么让上面重 下面轻呢 因为上面石头大 下面石头小 小 过了很久 我突然意识到 它一定是下面重 上面轻的 上下的空隙多 虽然它看起来重 但它其实是 它一定是更轻的 这个时候 它其实跟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都已经很像了 有钢筋是受拉的 有骨料是受压的 它唯独没有混凝土的最重要的水泥 华公曾经挡土墙 孝贫这个东西 但其挡土墙 做得太低了 第二 它完全没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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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筋受张力的 所以基本上石材还没坏 上面钢筋都已经不行了 所以我们看西方的这个 用石材器柱 因为有一个什么前科 有阿尔贝蒂的前科 西方的建筑师都不希望在里面表现灰缝 因为灰缝是印证的 石材之间是拖开的 这个就是祖姆托的瓦尔森林圈浴场 就是那个 这块石头 是用石头建造的 所以它也用的是片岩 当然它这个 它很别太 每块石头都标了号了 你看 就意味着 它在画这块施工图的时候 它知道 哪块石头 是哪块 它不是你给我找这样的石头去 它知道每块石头都是谁 有名字 当然其实有很多建筑师 痴迷于这个片岩的钢筋 就认为它如此平 然后可以如此磊落 就是它又不会倾倒阳的整个 又是一个更大的跨度的结构 暂叹于对面 但实际上实际真像这样 这就是那片岩 它其实一出一入的 像梳子一样 这个相当于什么混凝土的织膜 然后它把织起来以后呢 划在里面灌混凝土 光以后震倒 震倒以后亮 亮干里的混凝土硬了 硬了以后 我们知道它一出一入 变得非常重要 这混凝土就抓住它 所以这东西它绝不是贴面 对吧 它是气柱的一个墙 但这个结构也绝不是一个片岩杆的 它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这东西起根呢 它是一模板 但模板一般要拆掉 祖母头没有拆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呀 所以也有建筑师气急败坏的 就这么多的骗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建筑师会这样 就是说 多数人看刘谦表演魔术的时候 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骗子 不会认为它是一个虚伪的 但是当有二流建筑师看到一流建筑师 变这个魔术 并且曾经打动过它的时候 它在了解真相以后 不是如获至宝的发现 我也可以这么干了 而是说 它骗了我 建筑师都是魔术师 好的建筑师都是魔术师 大家记住它一定不是魔法师 所有的献祭 一定都遵循地球上最基本的 物理的力学的 发学的各种原理 所以看完祖母头这个 我们再看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范儿太细了 这个如果西方人拿来看的话 也会认为它不是片岩岩岩 它是一个青砖岩岩的东西 但它是砖岩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砖气体能岩岩 是因为它的面体实在是不够大 它整个成压面的这个胶金是高的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 这是普通砖墙 这是文艺砖墙 普通砖墙 一般总要有一个 8到10个厚的灰色 因为由此它才能够结合 就是这些气块 才能真的结合成一个气体 所以这个一定不能成 所以我们看到了它缝这么细 是这样的 工人们 不能叫工人 手工艺人 把每一块砖的这个腹地 都掏出一个空腔 用来容纳 这个原本需要后度的灰 然后在这边 因为它是扣出来的 所以这个灰甚至它整个比普通砖墙的这个灰缝 还要 还要延整 但是在表面上我们看 因为它扣在一块 看到会像没有缝一样 这个做法在我们叫磨砖对缝 所以不抛开它 洋鬼的祥词谈判 这事 但其实同样一个传统工艺 一旦到了苏州的一个原地里 你们发现 在中国所有的这些价值承判 仍然没有一个解论 会有工人那么虐心地去抠每一块砖 让它对缝 但是在文人手里 就一道墙把它抹白了 因为在文人眼里 真正价值承判最重要的是 它属于窗的这一部分 有机会如果讲阅读原理的话 会讲到这个价值承判的动机 但大家想想 它会不会先磨砖对缝 完了以后抹一层白灰 脑子又病了 但我们发现 其实一个西方现代的经典 和一个中国古代造元的事 它也就是这么 所以它并不代表着 你表现这个材料就是好 或者你不表现这个材料就是好 每一个方向都可以做得更好 前提是你了解它怎么样能好 以及你之前 有谁已经把它做到好的什么程度了 刚刚在中国的这个墙体里面 我们发现 其实在中国这个山墙 它承重 也是有两种的 一种的叫做硬心山墙 它什么呢 大家知道 其实因为这是个结构 但其实它只有类似柱位的地方 它才需要 是一个四把厚的 但它其实在腹地的部分 它不需要这么多砖 对吧 Laurie Baker告诉我们 这事是错的 所以中国将人干了这么多年 它当然也明白 所以它才不需要这么厚的地方 就比如说这是个四把 中间会弃成一个二四 四的或者三七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但是你比进去的总是不好的 然后它会堆点灰啊 泥啊什么的 这个就是灰素 也是为什么这样子 当然硬心山墙是 它整个它基本上 还都是一个完整的山墙 只是厚度会不同 软心山墙是 它干脆其实就是一窗洞 但在这儿我不方便开窗 我也会填点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在外边塑一个塑 因为它本来就是可塑的 塑一个灰素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 中国传统的这个山墙上 以及影壁或者罩壁上 会出现灰素 最早它也是一个用来遮丑的 东西 所有伟大人都用来遮丑的 法国人为什么香水做得那么好 是因为法国人身上倍 格外的 一定比英国人德国人都大 韩国人为什么那么会这么多 当然我会这事 在认识Laurie Baker之前 我认为就只有两种 要不然就是清水的 要不然就是浑水的 就是你把它给抹上去吧 Laurie Baker刚总体三种 这肯定是错了对吧 就实际上浑水的已经更便宜了 就是这个家伙做事做得极致 实在是一个 就是有很多做技术单线条啊 我有一个师兄叫王宝珍 真的是一根筋 但他做的东西太棒了 拿了SYM奖的 哇 这个东西都错了 这个错在哪呢 错在两个 一个是 你要砌这样的墙 你一定需要每块砖都是整的 对吧 因为你钉砖一定要等于 两块肾砖的宽度之和 对吧 然后否则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坑 它更吹灰 其二呢 你还要抹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抹这个 因为砖层气不平对吧 你不打根气瓶的时候 你又不打根处理灰缝 你就抹上这个 背片抢了一折 因为他带着他们村的人啊 这整天就出去剪肺垫台 然后去海边上剪烂石头啊 背壳里面全都能用 剪肺砖一定是有床有短 他说这样 你把所有的短砖都拿来做钉砖 也能起到拉接的作用 那一定意味着 然后你把它砌成梅花钉对吧 在西方叫做割特 割特气 气成割特式 或者梅花钉以后 然后他每个这个都短了以后 你不是想抹灰吗 抹灰你不就让它平吗 对吧 你用抹灰把每一个短出来的 这个坑给补齐了 它不就平了吗 它一抹完以后 出了一个花 这个东西特别漂亮 好多现在咱们 贴砖的还要贴成这样了 对吧 这个家伙完全为了省钱 他把它抹成这样 这是贝克的自宅 他为了省钱 他就这样 这个东西太打动人了 以至于 他开始是给穷人盖房子 后来他说要有钱人找他盖房子 贝克您能给我设计别墅 我说好啊 这个不叫事 你有什么要求吗 您说也没什么要求 钱都不叫事 贝克突然不会干了 只有在省钱的时候 他才能做出这些表现 一旦你跟他说 钱不是问题 所有这些不等事 就全都不成立了 对吧 一旦这些不成立 他发现他不会了 所以他一辈子都给情人盖房子 后来给有钱人盖 所有的前提也都是 要便宜 所以这事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 我们前面讲了 青砖因为烧制的工艺能复杂 比红砖贵很多 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 传统建筑是青砖的清水砖墙 但他一定不是全都是用青砖器的 对吧 他一定看不见的地方用红砖 因为他更便宜 对吧 墙路又是一样 否则的话 这事跟你磨砖对缝了以后 抹一层白灰 有什么区别 所以他一定会砌成这样 当然四八墙和三七墙 你砌成这样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他里面一般都抹灰了 因为里面会接触人体 如果暴露着这个砖 其实不是那么舒服的 但这事 一旦你是一个二四墙 意味着什么呀 你要保证 外皮的能看到的清水砖墙 全都是青砖的话 在看不见的地方用红砖 你走到背面来 它就不是一种 一组完整的红砖墙 它就会变成这样 当然过去也都用灰抹白了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中国的艺术家 走到了这个背面 抠掉了那个墙皮 露出了这个梅花钉 深深为之打动 那个艺术家叫做艾瑞瑞 它的麦洛画廊就是清红砖混戏的 来自于它对清水砖墙背面的 这个一次 邂逅以后的莫名心中 当然作为艺术家 它的这个貌似随机的这个 其实又有一点山水意味的 这个 退印的这个红砖的混戏 做得非常的好 大家不要以为 随机我现在发现 是一个特别难的事 有很多人觉得 你随便气就随机了 这事真的很难 这个是一个艺术设计 它不是一个 放归不管的这个结果 我为什么敢这么说 那时候在清水会馆 后庭的时候 铺那个后面路的时候 当时董老师就希望 出砖入石 以砖面为主 然后抠下一些砖来 就把石材毛进去 这样可以砌出 比较自由的这个表现来 因为当时在附近 还捡到一些条石毛石 什么形状都有 然后但是到中午了 交代到中午了 我们已经很饿了 打算走的时候 跟工人说 自由一点 工人就是表现头的 我前面说的 就是什么意思 跟他说随机的 他不明白随机 自然的 不明白自然 说要不这样 很不耐烦啊工人 你做个样子给我看看 然后我跟董老师就摆啊 有一块是在横着的 一块竖着的 周围都填砖 有横有竖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我们吃饭呢 一顿饭 回来气得真快 那条路已经修好了 一横一竖 一横一竖 老远看像拖拉机的车折一样 但是他气得真认真啊 牛腹好让他开掉 所以能做成这样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 处心积虑的 基于控制出来的 自然的面法 所以这东西到民间啊 如果他不是一个艺术家 通常来讲干成这样 但是我突然发现 做成这样也不错 还记得这个 我们突然发现 一开始还记得这张吗 我们在讲 在讲蒙太奇的时候讲到 我们突然发现 在这一刻 一个民间的 他因为一时同心 机器同心 他做的一个 我们看起来 甚至有点俗气的东西 他莫名之间 已经无限 接近了伊斯兰的 艺术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而在之前 他还是一个传统的技术 一步之遥 他就可以成为艺术 所以究竟技术和艺术 有多大的 还记得吗 接下来我们再讲 一个技术 抗震 抗震要克制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工创 这是为什么要一顺一钉啊 是钻 不管怎么码 如果它真的是 纵向只受轴力的话 它不会坏的 但地震是一个什么过程 地震是 晃晃晃 晃苏了一口 一个对吧 这要纵波 这要横波对吧 晃晃晃 就碎了 所以钻墙不是因为 纵向的这个压力 把它压碎了 而是因为 水平向的这个 这个力 把它给放倒 所以当它有空缝的时候 它这个会 顺着中间的 放往两边 匹排 它会很不结实 否则的话 如果只有这个方向的力 跟这个气法没关键 所以才会 要有钉砖 把两排拉接 这是为什么 一顺一钉 以及梅花钉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均匀性 会更好 但是它气也会更麻烦一点 会比 三顺一钉的要好 因为三顺一钉 中间我们看 它已经有一个 比较大的通缝 对吧 这是为什么 我刚才说 看见德国人 窝的天 我不知道几顺 然后那里面 还是几顺一钉 那一匹里面 就是 我觉得很怕 是因为 不是因为 它承压不够好 是因为它抗震 完全不够关的 这是我 为什么讲 这家人 一定是先住进去的 但一旦你等来了 余震 他们家人 气到辽 对吧 自始至终的通缝 这是一个 它从哪都可以倒 对吧 如果地震了 你都不知道该去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 尽管这样气 它能更快 但是 但凡稍有远见的人 它会 水平的气 尽管它要不断地找 这个 挥缝的关系 但是在这 它的均匀性 抗震性更好 因为我们看不到太多的通缝 所以我们看到 它其实食材上下 都是错开的 都会让它均匀 分布于这个 整个气体的 这个 之前 我们又看到 这个压力的做法 对吧 这是素颜色状 所以一旦 当我们看到 这种缝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抗震上 一定是更有力的 这几个东西是什么呀 大家看它颜色 排水 还记得我家 我曾经 沾沾自喜都觉得 哎呦 我在这儿 怼一磨盘 我多牛 只是因为 咕噜管了 你突然发现 有人在这儿 弃了几个须觅座 哇水都能 从这儿排出来 更具产生的 所以 真的是 你做东西 想要绕开别人 那就千万不要抬头 比如 我师兄往往之间 做东西特别好 但是他其实有一个要点 他真的不太好 就是他 我就要做一个 跟你不一样 然后那时候 我做不过他 我真的是 满怀愤恨的 那时候我唯一 报复的手段 但这正好是我的成像 他不管做一个什么东西 我就开始考据了 审查历史 找一个一样的 还牛 就发给他 预奋好几天 就报复了 这个是 做一个还不错的建筑师 的路有很多条 但是你总要找一条走下去 并没有哪条路是更好的 仍然是 你要走多远 对吧 还记得这个 他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是 国手和俗手之间的差别 是这个问题 当你退回去的时候 它不再是 这个PVC的管 它怎么装饰 它会退回到问题的本源 我该如何解决排水 那看完那个 我们再来看这种 当然这是一个欧洲的 我先不讲这个地 这个地面 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讲这个墙 那是不是如果从 灰缝的这个均匀程度来讲 这么斜着气的 从抗震来讲 它抗通缝的性质会更好 然后无独有 你发现在中国 有很多这个填充墙的地方 它也会这么近 这件事究竟是不是来自于 抗震的 这我不讲了 我大致有个答案 虽然我不断地在更新答案 今天还有学生来问我这个答案 我不讲 还你自己去想 还真就有 这种混凝土气块叫什么 叫做抗震气块 就是跟俄罗方块一样 就是俄罗方块那哥几个 它为什么抗震 因为这些东西 它能相互之间咬合在一起 它这个灰缝非常的复杂 相互咬合 它绝不会有空缝 对吧 每两块气块之间的这个缝 它都会缠绕在一起 它会锁死 而且在震的时候 它会有的会咬得更近 它的这个基本徒就是这样 但其实我曾经一度 非常为它捏一把块 这个混凝土倒进去 我该怎么震倒 那直到几个 首先你看安藤中穷 它是用竹竿震倒 还用竹竿表气 但这个如果要拖放的话 竹竿也太容易震倒 然后直到有一天 我在一个技术 这个应该是纪录片里面 发现有一种现在震倒的 像那个震动的呼吸一样 就可以促着在墙面上 然后通电也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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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就震 就把混凝土气泡擀过来 所以会控制这个净击 所以我突然发现 这个技术可能它是春天道了 抗震两个问题 一个是避免空缝 但只避免空缝 仍然不能提高墙体本身的这个强度 另外一个提高强度 我们看这是一个墙 墙一旦你要整片的做 它很容易 这个一定没通缝 你看它已经下来了 但是 另外一个是要有构造柱 构造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一个非常饱饿的东西 你把它立在这 它很容易倒对吧 一震它就倒了 当我 不是 加几个扣起来 它就不会倒了对吧 它站在这 同样的道理 一张纸 其实你放在那里不住 但是你折几下 它一定就能立了 所以构造柱呢 它之所以要构造柱 它本身它并不决定 它的存在能力 但是它会 最大限度地改善 这个气体墙的抗震性 它不容易会放倒 因为它自身会变得比较强 我年少无知的时候好断 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 就是因为有很多气体墙 是在里面 浇钢金和凝土的构造柱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 构造柱是你先浇出构造柱 然后再弃墙的 后来我才知道 要先弃墙 为什么呀 是Laurie Baker的这个 这个是非题啊 先弃墙 你省两块模板 这样你有两块模板 它就可以 反正它不影响存在力 你施工的时候 只要有个地震 它这是没问题 还有好处 它其实一般是五进五出 当然这个 因为它变成了桌孔钻 它会变成三进三出 这个叫做玛牙茬 这其实跟祖母同学道理一样的 它有进出了以后 一个是砖本身 它就会气柱 就会有进出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它会跟那个 这个构造柱 相互咬合 形成更好的完整性 抗震不就是要提高完整性吗 对吧 这就这样 然后它钢筋 要不要扎进这个 圈梁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 当它流出来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吗 大家想脚手加油 将来都要补上 终于有一位建筑师 他说我让他先吃 他发现这个流茬 这个东西叫流茬 就是现在我们说话 有一个叫找茬 对吧 茬是干嘛的呢 你要流出 继续做这件事的一个依据来 这个东西叫茬 当然就现在写出来 它是慕子旁的一个错 一个差 然后那个茬是草头 其实原本流茬是这个 然后我师父就在这流了茬 他发现这个东西 哇多棒啊 对吧 它弄成这样 挺好的 为什么要把它做完 然后就在这个四水 四水归藏 在这没堵砖墙结束的地方 就设计了这个流茬 它也是现在就是 有很多杂志 包括什么建筑摄影家 特别爱拍的一个经典的地方 那当时这个现场出事故 出什么事故呢 当时图什么都画的没问题啊 他知道清水专家 其实你气完以后 就是在这个气柱沙江 断干不干的时候 是你这个沟缝最好的时机 当时他气完以后好几天了 我问苏栏栏验工地 我师父果然大梦 我这儿都没够放啊 把工头给我找来 然后在这儿砸东西啊 就是气的不行 这工头也很委屈 我说 说董老师 你这不是流茬的吗 流茬意味着 将来要接着这个要气东西 因为砖体气完营是这样的 你如果把气平了 下一堵砖墙 你咬不住了 对吧 所以就会留下这个是流茬的 是个工人都知道 你要流茬 一定是将来接着要气墙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是 设计还没有落实 但是你要出施工图的一个事儿 但是他从来没见过 任何一个设计师 就完成版就是这个了 同时别着急 我一定把这个缝给你弄好 然后找了一堆人 跑过这儿来 一定要把这个缝勾好 这就是传统记忆和建筑师 技术 尽管它能直通艺术 而且如此大功人性 但技术不会自弃的通向艺术 所以尽管可能多数的建筑师 他从记忆上一定不如名工 结构上不如结构师 设备上不如暖空的等等等等 但是当我们希望 盖一个房子不止于技术的时候 才需要建筑师 那么在平墙上的这个缝上 这个流茬那样 在转角部分的构造处 流茬就会流成这样 所以一旦在这一刻 你已经能注意这个以后 转角的流茬 你会发现 它更具打动人心的意义 这里就有了清水规茬 这里边是卫生间 但从外面你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厕所 对吧 这就是那个流茬 但它一定跟这不是一个质量 道理上很像 但在这个时候 它一定已经是一处 而且是你撒完尿以后出来洗手盆就正对着这个 所以每次我撒完尿在对着这个光处洗手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在受洗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非常古怪的东西 罗瑞贝克尔气的墙 它居然没有构造处 因为它 它这些开放都快把这个拉通了 当然我们看它也不切砖 它为什么不切砖 它舍不得切砖机 但是这个墙为什么可以没有构造处呢 因为它是弧形的 我们知道 对吧 这个东西你要真把它破开了 展开了 它一定站不住 但它卷成一桶的时候 它就站住 所以这个跟构造处的原理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伟大的建筑师 他会告诉你 首先不能单片墙器 尽管我想省钱 但是我也不想要你的命 对吧 所以这是错的 这个是对的 但是普通建筑师 对吧 这是2B建筑师 对吧 普通建筑师知道这个是对的 文艺建筑师知道 其实我要的是构造处 它为什么构造处 一定是待在一边的 所以文艺建筑师 可以在两边起墙 它分别会形成凹砍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这个是贝克的那个 它因为墙是弧形的 它里面是有一个结构的 外面它只是这层维护的钱 脱开了 当然这个我讲客户的时候也讲过 对吧 里面是多米诺 结构跟这个表皮脱开了 这事真不用花太多钱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它为什么会 切这种斜格扇用装 一个是它能透光 对吧 一个是它能透风 对了 再有一个是 它用最少的砖 实现了一个更厚的墙 因为你要能立住 一定是扩大它站脚的这个面积 对吧 所以为了便宜 产生了很多种表现 后边我们还可以看到 烧钱的表现 也可以是类似的表现 然后回到我师父这 我师父作为变态 他喜欢屋顶 他特别讨厌梁 所以他把梁都翻上去 他喜欢砖墙 他讨厌构造柱 老子不想看到构造柱 所以我们看到 他其实这就是那个墙了 构造柱在哪 构造柱在这 但是他 他其实把这气层堪了 对吧 他里面气层堪了 其实跟Larry Baker的 那个董事里面 文艺建筑师的 那个做法是一样的 他里面空腔 后来在里面装了管灯 所以一到晚上 那打开的时候 那墙里面是透了 那当时其实我自作聪明 还严重研究光学 我说师父 这个砖缩可以留得更窄更小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当这个光缝更小的时候 光不但会发生 这个干涉 还会发生眼射 我说怎么讲 它还会产生光斑 我说特别兴奋 突然就是改进了 你师父的设计 我说你缺心眼 说这个东西 这个缝留得再小 它管灯换了 怎么换呢 你怎么才能把手伸进去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一个表现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就表现 那它所有的过程 是非常操心的一个过程 这是清水会管的后院 后屏工地楼 基本就是用这种 这是假装受不了了 说光是不要再用红砖了 就是我 现在已经又红又砖了 咱们那点别的吧 我师父也说 那必须得是砌的 然后就换了这个 这种混凝捅器块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它整个截面是方板 就意味着 你要砌一个等厚度的墙 它仰可以相互对在一块 也可以朝外 朝外偏望引镜一样 就出现这种花墙 对吧 将来园林里面 大把这种东西 然后它对在一块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它转角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都对在一块 这地方就是构造处 洞对在一块的时候 配上金银 然后浇上混凝土 它就是结构 对吧 它就是构造处 这事就完了 当然在这 我们能看到 这个叫做什么 当然这个就是花窗了 它勾了一个边 对吧 它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 当然很多小木座 它会出一个类似雀涕的这个装饰 但是在这里为什么 因为它水平的要把这砖搭过来 它必须要叠色一下 才能把上面搭过去 对吧 因为否则这砖都掉下来 所以就意味着 它其实当它要封边 兜头的时候 它一定要把这砖砌出来 所以它又是一个传统工艺 一个用脚温想想都能理解的工艺 跟一个艺术 传统艺术 它开始结合了 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量子 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它为什么要有这个呢 我们知道 因为这是一过凉 有跨度过凉的地方 一定是要浇水泥 然后要配金的 所以钢筋要保护在水泥里 对吧 所以 我们能理解 它配金配在哪 一定是配在这 这为什么要翻过来 因为如果所有的口刀朝下的时候 你配完钢筋 你把水泥浇上去 水泥不全都从这个洞里面露出来了吗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选一排把它翻过来 这样它上面有一个平面 你才能吃住这个水泥面 才能把钢筋握进去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用脚温根 也能想清楚的技术 但在这 它是这样子 当你这翻来翻去的 用同种厚度的墙 开始玩这些了以后 一到晚上打钢了 因为这是我们的事成 所以我到广州来做的第一个设计 就是这么一玩意儿 在淡水 但是因为没有定工地 我一直不敢去砍 这它们其实白的地方都不是我盖的 它们盖的一半没钱了 被建筑师呼吁了 然后原本这个部分 其实是想要做一个玻璃的 后来它们不只是盖的钱都紧张了 将来维护的钱都紧张了 它一定希望这个自然通风 当时我其实来到广州 就是从那个 庆祝会的后庭的那个工具 来到这来以后 突然发现 你想要便宜 你想把房子盖完 你想自然通风 对吧 这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不能说 再下一个就是擅长盖的便宜 再有一个就是擅长让这个东西漏 就选了这种空心砖 是这样 当然合同签的是方案图 但是不知不觉就会把图 跨到这种深度 没办法 就是一定是安装器的 就是那堵墙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会在这 它会是实的呢 因为在这堵墙 我们知道所有的墙 都需要构造固度的 但其实原本有这一批就行了 我从这一批就可以 把这个洞翻过来 但因为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没有结构师 我这人挡得小极了 所以我留了一个Z字形的呢 是顶不计你把四个洞 都给我灌成构造柱 难道还不行吗 对吧 起码就行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安心了 所以我就会弄成这样 然后一旦到这一批的时候 它只是填空 我就会把它翻过来 所以从第一批开始怎么弃 这个其实就画在那图纸里 据说这个直接拿去 实工就实工了 工人也很感动 你照着一砖墙从哪开始弃 照这个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对吧 然后佩金第四步第五步 然后弃出来以后 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这个是跟那个起始的地方 它怎么开始出现这个拉链 然后望上面为什么会 会是立起来的 是我希望它 我希望它墙头上可以 种东西 种三角梅 所以你一定是把这洞朝上的 里面付点土就能种三角梅了 然后它那里有一个塔楼 然后就是 它觉得塔楼很不体面 然后它觉得这个东西体面 就希望能包的都包一包 所以我就 对吧 这又是用一种气柱来包裹 另一种气柱 没想到研究了好多年 这事终于发生在你身上 然后我就让我的助手包裹 包裹 然后当时我的助手都包到眼口 突然问我 老师这地方怎么包啊 它包不上去了 我说叠色 对吧 你往四面叠色 叠出来就完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见过 詹森托琳托 往四面叠色 叠完以后到转角 我说再往两边叠呀 叠来叠去 它叠成一线角 它叠成这样 这东西我太喜欢了 但是只有在转角叠色的时候 才能叠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突然 我觉得是我平生第一次 你完全不考虑美学 就是操作一个技术 然后你希望这个东西精强 这个时候让我想到的 就是密斯说的那句话 建议赵世宇 把两块砖仔细的摆放在一起 所以一旦有了这个逻辑 其实所有地方你都不用考虑了 因为我希望在这附土种东西 所以这一排气块 一定是眼朝前的 对吧 否则的话我眼也朝下的话 我附土全都漏到 正副灵的标高品 所以我一定是 这个眼朝外的 要接住这土对吧 有过凉的地方 我一定是要配金的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翻过来 对吧 这不是你想翻 你翻不行的 然后开始越玩越嗨 这是一个窗洞 然后我就开始把 它整个一层都包起来 这一窗洞 它其实包了很厚了 包到这一层 就是实际上是我第一次讲的事 我刚才选这图 当时我就跟我那个助手 坐在后来 我真的好话 我说余晓峰你画错了 现在创作室工作 我说你画错了 我说你把这个气成这样 这土都漏出来 我得出多少土对吧 一定在这个标高上 是要有一排翻过来 所以这事它突然变得有对错了 你突然发现 你一直接受的教育是 建筑是没有对错的 但这一刻你可以做实际题了 如此之安心啊 然后在这就可以种东西 它会像在整个窗前 这个时候我种一枝梅啊 不管种什么 所以我变了 然后在这墙上 它不断地都可以 种东西 它可以长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到晚上 我根本不担心 它的叶领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已经建的真的效果 都可以怎么样 它这事 老早 对吧 就是一定有人干过 你稍微抬一抬头 来自后在最早不知道 火灵土该咋用的时候 就是把火灵土先给倒成 砖 然后倒成砖 它就知道该怎么用 因为师父杀利文 就是都头头面砖的 老什么 下一档咱们会讲 讲火灵土的时候会讲 所以一旦有这个东西 你看它也是拿这张花盆用的 对吧 就是你突然发现 你进入了一个人的城里 可以建立普遍的联系 你突然可以跟一个 无限憧憬的大 是如此直径地 看到它做事的某些动机 气块 最难的事是悬条 因为它是碎 悬条一般是什么呀 大羊它一定是整个的 对吧 整个的 所以它悬条已经特别难做 所以在气块里面做叠色 你能看到我师父也别那么做叠色 对吧 也一个中国的眼口 然后我也做叠色 曾克林特他也做叠色 因为你说气柱的 如果你想扩大这个 这个它叠色出来以后 它一层压一层 实际上在这儿 这个在结构上叫做 减少了这个梁的计算跨比 它实际上就可以从这儿算了 它不必算到这儿 其实对于结构是一个非常有利的 对于砖来讲 你想要制造悬条 一定是一层 叠一层这么压出来 不止西方人 你不管吃面包长大的 还是吃米饭长大的 就是你一旦想要 气块叠出一东西 一定也是这玩意儿 但在中国 它不同的这个 这个斜度 它是一匹一条 还是两匹一条的区别 詹森克林特 这是碉楼了 就是这笔子都是 弓箭口 它就是往下扔石头 你要有人攻城的话 就从这儿可以 所以它一定要做出一 悬崖峭壁的知识 所以叫悬条 对吧 悬条跟悬崖 它都是悬的 在这儿你看 它其实砖一定是结色的 你真说标新立异 我越来越不能理解 悬新立异 我希望在你理解的东西里面 做一点事 但是这一旦到一中国人手里 它突然又变成斗拱 你很多东西绕不开 但是你说它是斗拱 它是一叠色的 但它其实这完全不需要 我师父就需要一个斗拱 它叫向斗拱致敬 这是你很棒的镜 它叫浮现 多像这样 看到这个我们看 当我大师兄想要飞烟走壁的时候 我师父要在那个四八墙上 给它拓开一个 它能跑得开的 六百以上的地方 它用的什么 这个就是叠色 但一旦那个能叠色的时候 突然发现 很多家具桌子 为什么桌面和底下 不是一个圆筒 是你要有地放脚 对吧 椅子为什么底下要是空的 你要有地放脚 对吧 所以我们看桌椅 所有的这个纠结 都在找地放脚 一旦专能够做悬调 你突然有地放脚 所以突然 我师父开始气了一个 工人很高兴 气完以后 照了一照片 然后我师娘当时在现场 我师娘是学中文的出身 咱们做了编辑 师娘说这个 他向两个人分手的 这个看起来很不愉快 我师父哈哈大笑 没问题 我帮你让他们和好 我气了这个 这个底下 气了一个悬空 这里面通了电 可以煮咖啡 这上面可以放煮机板 这是一个工人 突然我发现 这是路易斯康的 印度经管学院 这是要干嘛 他要把拱架在这个墙上 我们知道 康都是小空间 支撑大空间 他都是要 气一个这个 兜头对吧 他要气一个空间 但是到上面 你拱角总要落在某一个位置 他要怎么落 他也是用叠色 区别只是 你是往里叠 还是往外叠对吧 这样你会把它聚在一块 这样这个拱角可以坐在一个 这个你猜猜在哪 是我来广州以后 东莞可原 大家可以去找找 这个是干嘛呢 这个其实原本已经是在园外了 当初是建其他的门房的地方 因为大家知道建房子 你只要气块一定会有眼口 对吧 挑出来 要不让雨水顺着砖江绿下去 所以他要给别人的眼口让劲 所以他会往里让上来 用砖 他还是叠色 咱们刚才讨论了悬条 悬条就是叠色 这个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 还没有另外一种做法 跨度的做法 就比较丰富了 终于这种最精彩的地方 康问砖 你想要当啥 居然说我长大了 想要当拱券 拱券是干啥的 拱券就是用来解决跨度 像刚才讲的 所有建筑的 结构的难点都在于跨度 对于气块来讲 这些碎的东西 你想让它变成一个 完整的跨过来 其实你想起来 这件非常难的事 你小时候玩过积木没有 不是那种能插接的 乐高的那种积木 真的就是方的积木 实际上你要气堵墙 太容易了 对吧 但你要想稍微搭起来 你一定是把 窜过来 然后让它搭到上面 对吧 突然过一个人一拍桌子 你就哭了 这事很难 那砖呢 砖做拱券 确实是比较合适 因为我们知道 拱券 它里面所有的力 都是受压的 所有的砖都是受压的 那它唯一的这个问题是 它会通过这个 平平四边形的原理 不断受压受压 它会产生一个向下的这个作用力 还有一个向侧边的作用力 那个叫做侧推力 所以砖腔很少独立存在 不管是这个在解决洞口 这个跨度 也有跨度对吧 相当于过两次 砌了一个圆拱 那么这个是节奏的跨度 通常来讲 气体用的都是鬼 我讲通常来讲 咱们后面会讲不通常 这就是一个不通常 你知道这是谁吗 看不见钩 在这儿有叉子 Laurie Baker 说用狗 太费钻了 不可以 尤其是你还要做一股凝土过凉 对吧 不想过了 要这样 它不结实 你把窗框稍微做得结实 然后你要实在是害怕的 像我这种人 其实胆小对吧 就是基本上我要气一堵 圆墙我都会留住四个洞 来给它气构造度 这事我是段不肯做的 他说 但是他真的有办法 他说你要是这事不敢干 你也不能这样配四根筋 你把这砖立起来 按照有棉空心砖这么气 塞一根筋 倒点混凝土 Faker说这是我能接受的底线 所以他说像这种洞口 解决一个一米二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还是不太敢试 但它其实真的是没问题的 但其实有一个区别是 你可能在这儿要放鞋 要做一个苹果的落脚 这个大家可以去凤凰新村里面 有很多过去的老建筑 它的砖苹果就都是这种苹果 就只是它边上有一点鞋的 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话它正常是踩在两边的 踩在两端的 它会有一个向上 你要压 你想把这个压平 必然是增加这个 这个砖之间的这个成压 砖是越受压 它强度越来 它怕的不是你压的 它怕的是你不压的 所以它怕地震 一震它就输了 路易斯康对吧 它亲口说的 砖说的 想要做拱 它不认账 这是一个砖子 它就没有 它就是用平砖圈 当然它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吼了好多年 好多建筑师都说 砖必须要成为拱 它突然做了一页 它解释的是 讲康的时候再说吧 但在这儿 它有一个非常 貌似结构理性的一个做法 因为要 平砖要落脚 它会有一个斜的 而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外围固 它不是结构 这个柱子一定越往下 需要越粗 越往上 它就不需要那么粗了 承载越小 因为咱们看跌罗汉 一定底下是一个大壮 对吧 往上面越来越瘦 然后最上面 可能是一个小孩 或者是一个女孩 对吧 没有反过来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越往上越细 那它往上的 这有种确定 只有瓶砖券的 这个放脚的这个斜度 直接削减上层柱的 这个厚度 这我师傅做的 没有瓶砖券 当然大家看底下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海绵胶条 这是干嘛的呢 实际上这个整个是胶的 就是 这个我们知道 它其实像砖柱一样 被横过来 所以这个沙浆 在梅干的时候 它会因为有重力 竖着就没事 这个它会漏下来的 所以当时是塞了 八个宽的海绵胶条 大家先用双面胶 就是那东西 塞在这个中间 堵缝了 所以将就不会漏下来 然后当它形成强度了以后 把这东西一接 连勾缝都少了 这是工人想的辙 真别瞧不起工人 也真别怪 有很多教授让人瞧不起 那么这个东西 它其实挺吓人的 平的 但其实当时在做的时候 在施工的时候 它仍然是有一个 起脚的角度 这事干的 非常的手工艺 它刚做完的时候 织膜的时候 是织了一个带斜坡的 把这整个织过去 然后在它没有完全 形成强度之前 还有塑性的时候 撤膜 它因为重力 把它压平了 几时了 所以它仍然是有一个 预先 有一个相当于 预应力的一个趋势 是有的 然后它会比其他的 挤得更紧 挤得更紧 但即便这个做完以后 我师父天天睡不着觉 他整天就梦见这个塌了 所以师兄叫秦志全的 非常孝顺啊 他知道我师父为什么睡不着 他数学特别好 然后就开始学 力学计算 学计算 学计算 终于学会了计算 他就算出来 一个 一百九十斤以上的胖子 单脚 站在这个跨针的位置 将不将平衡 我师父当时 哇 如释中复 说在这卡一窗户 胖子绝对上不去 终于就 放松了 然后交代现场 说底下这个 给我卡一根框上 这事就结束了 然后回到Laurie Baker这 他不用打叉了 你看多了就知道 哇 这么干 对吧 应该是这么干 就是用叠色实现 对吧 两边悬条 架在中间就是跨度 他也不懂中国本的跨度 所以我师父 他用空间砖器的那东西 他不也是这个形状 他就是用叠色 把这个悬条的基层跨度给剪下来 就 所以 因为砖拱它是什么东西 它越压 我们知道 它越压就越强 所以 你从上往下 是弄不坏这个拱子 所以这兔子很懂啊 但你反着一条 它相互之间不受压了 就就坏了 再有一个 我们知道 因为它会有侧推力 就像比如 我以前脾开站着 我站在冰上 有人在从后边 压我肩膀 我就脾差了 是因为侧推力 所以我们看 它其实两边 都给它砖拱 用来抵抗这个侧推力 这件事 画半画的 有很多建筑师 不懂 所以在 拱家族里 因为侧推力 抵抗侧推力 以及让这个拱在 弃柱的时候 就可以成立 是有三种拱 当然是在西方 第一种叫做欧洲拱 它也叫做半圆形拱 是这种拱 它是由纯几何 算出来的 它跟力军 当然它大致的符合 力军学的原理 但这东西来自几何 因为圆形是一个抽象 逻辑清晰的这个几何形 还是柏拉图形 所以呢 这种拱 在你 在它强度实现之前 它是立不住的 所以它必须要直磨 大家知道什么直磨吧 在底下撑住它 它必须要在这个 气体和这个 气块和沙浆之间的 这个关系 完全硬化了以后 才能把这个撤掉 它这个拱才能成立 否则在中间 它在搭的时候 它就缓缓 所以这个是要织磨的 欧洲拱 是拱家族里面 最愚蠢 最笨的地方 这种叫做中东骨 这个其实就是努比亚管 到时候咱们会讲到努比亚管 也叫做抛物线骨 我们知道因为重力 就是抛物线什么形成的 重力对吧 扔一个东西 它不会直着就飞走了 它会落下来 是用重力 建筑就是要抵抗重力 所以抛物线骨 它本身会更 从受力上更合理 然后另外一个 因为它回应了 抛物立线的原理 所以它在气的过程中 你发现它不用织磨 它直接这么气就能气起来 像气墙一样 这个就可以气起来 能想象吗 咱们看啊 好玩极了 这个 这有点逆天啊 就是因为这个 拱的屎高比较大 侧推力小啊 越尖的拱 侧推力越小 它越容易成立 这个东西 它也不用织磨 这个叫做加泰罗尼亚 也叫倒权链 安东尼亚高比 就是离我们最近的 用这种拱 第一高手 这个屎高这么小 已经接近苹果 它也不用织磨 我们现在看半圆形狗 这是欧洲人干的事啊 所以越股蛋会越薄 对吧 因为它越薄才能烧得越透 它的窑洞技术 中国人烧出的第一块砖 就是青砖 因为中国人在烧砖之前 就已经有丰富的烧槽的经验 他知道在 在这个 咬动降温的这个技术 西方人 是用红砖用了很多年 非常薄 这就半圆形狗嘛 所以当年在做这个狗的时候 一定是要织磨的 就是底下它会 但是在过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木工艺不好的时候 它会用土 填在这 弄出一包来 然后把它织完 然后等它强度实现以后 再用铁锹 把这个土都给运走 然后还有李文佳认为 万致庙也是这么干的 哇 天哪得多热 这是在中国的 在山西的 这种 你们看到 它其实这就是的那种膜 然后它上面垫这些砖 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 要先把它扶住 将来得等这个半圆形狗 硬化了以后 才敢拆这个东西呢 对吧 然后通常来讲 是谁睡觉这种 谁来拆这个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死在别人设计的东西 看 这是康的 我们会发现 有半圆形狗一定会有侧推力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它用的是拉接的方式 在下面 用预制混凝土的这个凉 我们知道它相当于什么呀 刚才我说的 如果有人压我的话 我就匹刹了 有两种办法 一个是在我脚两边 垫块针头 我下不去了 我就稳定了 对吧 还有一个更聪明的办法 拿着绳子 把我两只脚 拴在一块 不就得了 但是更古代的时候 没有 因为没有这种 足够好的 长条的这个材料 其实 让那么多弯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 铁翼不够好 对吧 就是又要细 又要承拉好 对吧 木材其实是不够的 而且木材 跟那个气块 不容易交接 所以这个是用拉在一块的 但是一旦它 它没有底下拉接 底下的测试力 我们看它一定会 弃一个专注 来推住这个测试力 所以在这儿 它就可以没有专注 是因为它从这儿有拉接 然后难道 一定你要不然 就得推住 要不然就拉住它吗 我终于找到一个 这个是在巴洛克时代 最喜欢的巴洛克大师 叫做瓜里尼 在都灵的 神圣果实部教堂 这个它是什么节奏 它是有很多个拱 我们看这方面 然后这些拱呢 第一排阵 它就是每个拱 然后转着圈 我们知道侧推力 是从拱角出来的 对吧 然后当它拱角 顶拱角的时候 互相之间抵消了 因为它转了一个圈以后 它循环着互相抵消 对吧 然后呢 它上一排的拱角 踩着下一排的拱心石 刚才讲的 拱心石被压得越紧 这个结构就越强 对吧 拱角释放侧推力 就释放到那个拱心石上 越压越紧 它有一圈一圈 这么盖 它相当于 这跟气柱的逻辑是一样的 错开对吧 它相当于是 拿拱当成气块做 我师兄王宝珍 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真不是想找这个 但是做了一这东西 我师兄说 哇 这东西真棒啊 然后 像什么王树啊 同名看到这东西 哇 这东西真棒 我能用吗 对吧 就是 跟我说一说 我能用吗 然后我看着 哇 就觉得很伤自尊啊 回去我就开始考语 然后找到了这个 我就发到邮箱里 给打个电话 我给你发了邮箱啊 我说你睡前打开看一下 后来的时候 不知道 但是 真的很棒 你会发现一个 一个非常精通 材料构造的一个 就是跟我一辈子 其实非常小的 年轻的 不能称年轻建筑师啊 现在五岁以下的 年轻建筑师啊 我不知道 幼儿建筑师 当他在讨讨一个 他讨讨过 讨讨这种材料 讨讨特推理 讨讨古心石的时候 他走到 曾经 巴洛克时代 有些非常伟大的大石 就走到了 那一步 当然我的长度是 更知道他在干嘛 但是其实 欧洲人做到 这一步的时候 已经觉得这个 这个已经 太精巧了 但我们说 欧洲人的数学 永远比不过 中东的阿拉伯人 这个就是 无数种 四分之一 结合在一起 这个不只需要 非常精巧的工艺 而且需要 非常高超的数学技能 因为这个东西 你用热眼睛 数得出来 你是有多少股 哪跟哪接 它其实都是对位 这个东西 你怎么知道 从哪开始开始做 它最后能交圈 它有第一排 第二排 你能知道它的形状 这需要极高超的数学 数学技艺啊 所以在中东 包括在拜占庭 伟大的建筑师和数学家 都被称作机械师 哇 这个东西 我不讲的 压力有点大 但是后面咱们讲 哈桑法赛的时候 会看到这个具体而微的 哈桑法赛 对我压抑住的题 压中文那套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埃及的建筑 不是古埃及 埃及现在的建筑师 当然大家知道 埃及在整个文化村里面 它更接近中东 当然在地中海原岸的 这个杂楼非常厉害 这个就是典型的中东工 也叫努比亚 哈桑法赛其实用的是一个 非常传统的技艺 咱们看这东西怎么做 它不用直磨 但是所有的这些 这种努比亚果 它在砌住之前 一定要先砌一路墙出来 然后这哥们 这种民工 然后他会用水 在这刷一个痕迹出来 有两个做 一个是定位 基本相当于放线了 因为这土坯的 哈桑法赛一辈子 在土坯建筑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是 土坯砖在接触这个的时候 因为它有水是湿润的 它也可以略微结合 对它略有好处 然后我们看 它开始顺着这个气 它不是平着气的 我们看气到这 可以更清楚 我们气到这 它是把这个砖 斜着搭在这个墙角的地方 这么一层一层气出来的 所以它会气气气气气 所以因为整个这每一坯砖 所以我们现在能理解 它为什么不需要织磨 它都是靠在这个墙上的 它是有一个斜度的 所以当你一皮一皮 当这么气出来的时候 这个拱形拱 它就能气出来 对吧 所以中东人也很奇怪 欧洲人他为什么要 对吧 他不先请霸奖 他要先请木匠 气一个 做一个那么大的 然后好多人要同时干 因为这个就是 织磨的这个工艺 包括它的强度 都很有限 而这事儿太简单 你找一个人 他只要有不够耐心 坐着是气的 你想气多大了 没关系 气来气去就气成这样 然后这哈桑法 在座的住宅 有点像外星的建筑屋 有一个漫画 叫七龙珠 纳米特星人 住的这种 那我们看到一个特征 它所有的这个 收头的这个屁股 一定是一斜的 对吧 它没一块平 它只能是斜的 因为你气的第一皮 就是斜的 所以它平移过来 一定是一个斜的 一定是这样 这是努比亚股 典型的努比亚股 这叫努比亚成品 在会咱们还讲 为什么会有一个 为什么会有一个洞 这个努比亚股 对吧 它不用土坯 其实用砖也可以 其实一个是 保证抛物线的 这个这个统的形态 让它屎高加大 另外一个就是 气堵墙 对吧 所以你看 二股数堵墙 然后你把砖斜着板 一皮一皮气出来 这事就完了 你看都是一个人 你也不能说 他不值膜 他就是给这工人 制一膜 一块板 对吧 你气完这个以后 起来把这板 挪威能坐上以后 继续干 这事实在是 这种也叫中东股 在土系里面 是跟努比亚股 一起同工 但略有不同 叫阿富汗股 阿富汗股的特征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努比亚股 它之所以可以不织膜 而且可以成立 是因为它要靠一堵墙 对吧 但你不是所有的建筑 都适合有一堵墙 现在呢 当你希望在顶上风景的时候 你要先起一堵墙 这事其实有点麻烦 对吧 你还有一些构造住 对吧 这个时候你还怎么弄 他发现 其实气不气墙 无非就是这些斜枯的事 对吧 靠着墙角 它可以抖一点 然后靠着地以后 它就从地起来 所以它其实是在地上 先斜摆这个砖 然后从两边把它逐渐气起来 其实跟努比亚股的这个原理很接近 两边气一气 然后到交界的时候 然后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一个鱼嘴的形状 对吧 然后最后简单的来回护一护就行了 这个是阿富汗 是现在最不太均的地方 让人这么气功 气功定 但是欧洲人呢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半圆形状 是因为那个东西非常精确 但这东西说不清 倒不明 尤其到中间的时候 这究竟是怎么缝合起来的 欧洲人接受不了这事 但是德国的这个实验室太有意思了 叫BRL 德性的同学对于是排队 他们一定要让这个东西可以被精确描述 它怎么办呢 首先比如这儿是阿富汗孔 对吧 两边 当合到这儿的时候 它不再合了 因为它两边已经开始有可以辅助的这个结构了 对吧 就从这儿 气另外一组阿富汗孔 两边再这么气过来 所以两边气到这儿以后再这么疯 所以剩一个眼睛一样的东西 然后一塞把它给堵上 终于欧洲人能干这个活了 是因为它可以精确地描述这个构造的逻辑关系 这是思维方式的事 所以真的是永远德国人干这个事 德国人永远有本事把 最不可度量的东西给度量出来 所以有机会跟你讲原理当时来讲 德国人去测一个流源的廷子 测死他们 也没有能够实现度量 这个是一个杂胶品种啊 这是一个阿富汗孔加上努比亚孔 这是努比亚孔对吧 因为它其实就是气了一个孔券 然后它其实 因为它是从墙的这个 就竖向的这个搭起来 所以这是努比亚骨对吧 气来气去气到这个形状的时候 BRL的人说这个东西我认的 之前气阿富汗骨的时候 也留下过这种东西 从这接他气了一个阿富汗骨 这是一个努比亚骨加阿富汗骨 它解决了一种问题呢 首先它可以成统形连续 另外在每一个结构单元的地方 它还能高起来 上面还能留一栋对吧 努比亚骨上面是留不出采光口 这是另外一个 阿富汗骨加努比亚骨 它这样 这个东西 它其实这个逻辑是 这是努比亚骨 它气了一个砖墙从这儿去找 所以在这一部分还是努比亚骨 但是从这儿 因为从地起 它就是一个阿富汗骨 两边被气起来 有点仿生建筑的味道 对吧 一个鲤鱼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加入了努比亚骨的好处是 它在树向提供了一个支撑 所以当有这个树向的股支撑的时候 它从这儿可以穿过 但如果你只气阿富汗骨的时候 这中间是过不去人的 所以当他们俩加在一起的时候 有无穷的变化 第三种中东骨 叫做波斯骨 其实它从普系上会更像阿富汗骨 它是什么呢 阿富汗骨是从两边气起来 对吧 就是像眼睛一样 波斯骨是从四面气 从四个脚往中间气 所以当它气得快要中间的时候 我也留在一对 发现到这儿行了 对吧 我们还需要留一个天窗 连万十秒都有天窗 为什么我不能有 然后多了几个耳朵 它就有一个天窗 这就是三种中东骨 我们再看看中东的穹顶 这是努比亚穹顶 它就是从一个斜坡起 一圈一圈的 一个工人就能把这穹顶做起来 它就像蜘蛛一样 在这一圈一圈 反正气呗 只要给它时间 它就可以干这 就是淡定极了 就干这活 所以因为它 你气来气去 气来气去 最后 你总不能留一只手在外面 对吧 所有埋葬自己的人 都会有一个焦虑 就是你总会有一只手 留在外面 这个就是在 它是一个非常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艺术问题 就在这个 在西方的这个艺术界里面 这个叫做阿基留斯之种 大家知道 他母亲 抓着阿基留斯的这个脚肿 在天河里面涮 算得他刀枪不入 百度不清 但是因为抓着他脚肿的那一块 没有接触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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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接触到天河 所以没有接触到明河 所以他脚肿的地方是他的 气门所在 穴位 所以就是这样干掉 他就打他的脚肿 所有的艺术一定会面对这个 阿基留斯面对的是他的脚肿 努比亚穷顶面对的是最后 由谁来封顶 在中国的这个陶瓷工艺里面 鉴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 看他的圈足 当他整个胎体是放在那的时候 圈足是不能着右 是稍微上 更讲究的 会在底下支几个钉 但是你一定看到那几个钉 这些就是阿基留斯制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问题 所以他一定也会带来艺术效果 所以我们非常容易理解 为什么所有的努比亚穷顶 所以包括这个 他的这个努比亚本的这个脱体 他都来自于地剑 他的一个最初始的核心的特征 他甚至不来自于一个人 处心积虑的我希望他什么样 而是他被留下的一个无奈 是他的一个残缺 而当一个艺术 他的基准水平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状况的时候 最打动人的一定是他的残缺 比如说悲剧 当然中东人司空见惯的事 到欧洲人那永远剩下一个问题 这东西该怎么定位 这是法国人干的事 那就定位 你把它定好以后 法国人这个东西还不用那个人 因为有一个脱脚 他基本上你把这个定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你把这砖放在这 这哥们可以去抽黑烟 对吧 因为之前的人总是要送他一段 对吧 然后等他强了以后再放第二块 这个你可以直接把它放上去 法国人比较老 但德国人面对的是另外一种 这是新疆的 其实新疆的这个大巡警 就是中东拱的这个后翼 当然新疆人是用绳子来定位的 就这个东西你每一圈 你有一个刻度 你就可以把它给做出来 但是德国人又是这个BRL 德国人永远嫌这东西不够精确 但是法国人因为懒还做这 德国人为了弃这个拱 做了一个这个形状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儿有一个游标 所以他弃到每一皮的时候都沿着这个 所以德国人弃出的这个 努比亚穹柄一定是一个最准确的 努比亚穹柄 但是意味着这个设备 就只能弃这么大的一个努比亚穹柄 但是德国人觉得值得 我们知道密斯坦诺罗 当初在做范斯沃斯的时候 做了一个跟范斯沃斯等成的水平 这都是德国人干的事 虽然我们会觉得他有点分 但是德国人因为一根筋 也做出了其他任何民族 都打不到的技术以及因素 所以既然他是实验室 后来他们居然接着活了 在印度 印度挺穷的 所以你只要不多花银子 在印度一定能找到设计做 印度人让他们帮 你看显然就是他们那个东西 对吧 然后这是一个办公楼 这么盖完一定就像窝头一样了 所以上面盖了一天窗 我们知道这是阿基硫斯之种 对吧 最后你要把手收回来 你得容我 所以他就会形成这样的 当然这只是小式牛糟 后来他们做了一个音乐厅 音乐厅当它是圆的时候 其实在升学上非常不利 我们知道 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很多巴洛克的教堂 它都是异性的 它都不会都是异性的 因为它 这就是在升反射的时候 它更容易 然后在这里面 所有气度的痕迹没有被抹平 因为我们知道 在升学上这东西叫什么呀 牺牲兼批 这样就可以度觉在里面 绕梁三日的这个痛楚 对吧 那在这里面 这个情境会变得更大 那原本的气块 它所留下的技术痕迹 变成了升学技术的一个地区 而在它的表皮 留下了一个视觉艺术 所以留下的一个 只有气体结构 才能留下的一个表现 当然它一定 上面会有 不是它要有 是它必须要有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它其实 它还是一个 它这里面当然有 有奴比亚股 有 有阿富汗穷顶和奴比亚穷顶 这个做 这是哈光法 它做了一个清真字 我们看 这是什么呀 它先砌了四五墙 意味着它要干什么呢 它要做奴比亚股了 奴比亚股 毁在中间了以后 它用 它用股把它给接住了以后 从这做了什么呀 波斯股 在波斯股到了以后 上面 它做的是阿富汗 然后这些波斯股 和拱圈所留下来 中间的这个部位 我们突然发现 在西方建筑署里面 能找到一个明确的术语 叫做三拱 三拱就是由上端的这个 圆拱和下面的这个拱圈 中间加合出来 所留出来的那个拱 这些圣索贝亚大拱 它究竟有多大的区别 当圣索贝亚大拱 是一个原型拱 这是他当把他做的 不宅着实内 你们发现 因为中东拱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是它非常容易杂交 把它很容易不同的拱在一块 所以我们看到它其实 各种这样的拱 叠合在一起 上面有一个大拱 还记得宫顶杂交的 你看这基本都是一个波斯拱 对吧 你七肚墙 然后你往上面 你可以开始往后面推 努比亚品 然后到顶上的时候 你可以做阿富汗 或者做波斯拱 所以这都是用土坯做的 所以土坯也可以做出 非常棒的这个 好来来的 所以我们在这就看到了 一个比较简易的 各种拱 堆起来的这个 堆法还记着 伊斯兰世界的钻石拱顶环 接下来我们讲讲 拱家族最逆天的这个 加泰罗尼亚 这拱也不用织膜 当然我们也看到 阿基留斯这种 它是这样 它为什么不用织膜呢 加泰罗尼亚 是两层拱皮 结合在一起的结构 第一层是什么 第一层 但是加泰罗尼亚本的 这个就是用的 气柱的这个 一定要保 第一层是这样 它用什么呢 是用石膏 石膏会结合 扎扎石膏 也是气性性的 跟石灰有点像 流氓钙 它干得很快 很快能形成硬度 但是石膏本身的强度 非常的低 但在这儿 其实在第一层 气下的这一块 用石膏的好处就是 它非常快的就形成了 一个拱面 虽然在这个时候 它非常的不 强度非常的低 接下来 做的一件事 就是在上面一层 待会我们拍 它一定错开了 对吧 所以你只要要抗震 一定让两层不一样 所以这一层的平摆 上一层才会斜摆 这一层 是用沙浆结合 并且跟这一层 用石膏 结合起来的 这个拱皮 搭在一块 所以这一层 它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织膜 但一旦沙浆出现了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进入了 整个气体的这个厚度 它就共同生成强度 这是为什么 这种拱结构 它可以一方面 在非常小的石膏下 又不织膜 又能形成强度 而倒旋链 是一个什么逻辑 倒旋链 就是把一根绳子 是软的 然后你把它放松的时候 它就会下垂 对吧 因为这个形态 是由重力塑造的 所以你一旦 它如果是一个硬的 反过来的话 它一定是最大限度 对抗重力的 所以倒旋链拱 是人类能找到的 最小屎膏 当然前提是总结构 最小屎膏 仍然能成功地 抵抗地球重力的 一种拱的形态 所以它是 整个一个腹系的组 所以这种就意味着 它在任何一个时代 停下来 它都是完整 这个结构都是独立的 你看这是这些现场 在这一层的时候 我们看白白的 这个是石膏徽 用石膏把这一层 吸完以后来上 所以我们看 它是双层的 对吧 叠层是石膏的 是石膏结合 上一层用沙浆 整个结合层以后 咬成一体 它就会变成一个 两倍后的 用沙浆做结合层的 一个气体 这就是加泰罗尼亚 所以在这我们看 因为石膏 干得更快 所以这工人 他直接在这 14秒 他们测的14秒 基本雕尔烟 战上石膏徽往上一怼 聊两句再来 然后撒手就可以下一步了 上一层就会变得更快 因为这个织膜已经有了 直接把针铺上 交叉僵 让它结合 而且它这个气度起来 比努比亚还要快 我们知道 巴塞罗纳世国会的 德国馆密斯做的 它底下有一个台机 当时 在当时建的时候 工期非常的紧 所以当时 石膏队告诉密斯说 底下的台机 没有时间 气得那么高 你能不能不做那么高 因为你要用实际的材料 把它堆起来 其实又废料又废工 然后密斯说 这事不行啊 然后 但是好在 巴塞罗纳 要知道巴塞罗纳在西班牙 加塞罗尼亚 国的是哪 就是西班牙地区 那的工人 后来想想 说 密工 咱们 我们这有一种技术 叫做加塞罗尼亚 国很快就能把这地儿 给你撑起来 所以在深空现场 当然这能找到最清楚的图片 王宝珍发给我的 说这么多年 互相折磨 还是会发出给我 就是师门情义 那 全都是七块 当时 就是 当这个里面重建的 是不会开完以后就拆了 当时第一版的巴塞罗纳 给我管的 它的那个台机底下 就是用加塞罗尼亚 撑起来 但是用拱顶做台机 根本不是密斯那个时候 固定见者的一个孤立 认得这个呢 园庆别墅 帕拉第奥 园庆别墅底下是一个台机 对吧 但它其实不是台机 底下是能进人的 它可以做仓储 它甚至可以 助他们家的用人 就是用拱顶 因为你一旦能做一空心的 其实你放一石心的 但是就是一个特别愚蠢的事 科普西声称 它的这个mono住宅 是加塞罗尼亚 形状满像的 但它是吗 拱角落角的地方 这是一平的 还有没有侧推力 这是支根柱子 这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连续楼 只是形状是拱 它并不是翘起来就是拱 它必须要有拱的 侧向传立的这个特征 它才有 来 将来调 加塞罗尼亚种 最逆天的事 它坐楼梯可以做成这样 这不是最逆天的 它这个施工到一半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 这几个不是钢筋 这几个是棉线 是用来定位用的 它把这东西到这悬空了 没有做完 这哥们就上来了 它这么薄 它的强度可以达到这么好 而且它不必这个拱 从一端搭到另一端 我们知道努比亚弓 你得搭过来才能上人的 对吧 你还得过一会儿 让这强度 哇哇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加塞罗尼亚种的做法 完全不符合我 我的气体结构规范 但不是没有机会做 如果有机会大家做临时建筑 或者在景观里面做原建的时候 如果想要试试 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构筑 我觉得在哪里的机会 你们谁以后当了甲方 有这样的机会找我 当然 在离我们比较近的时代里面 做加泰罗尼亚拱的 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第一高手 就是安东尼奥高龄 虽然我们看 它其实 它做的建筑看起来 从外观上看见的 非常的歌特 而且新艺术运动的时期 原本也跟歌特的这个艺术 水乳交流 但是其实我们看一看 后面马上就能知道 它的结构并不来自于 歌特的坚果 而来自于加泰罗尼亚 非常有问题 这是主教堂 当然我们看这个 但是这个教堂 你看它其实都是倒悬链 就是我们把它倒过来 会特别容易理解 当初就是高低 它在推敲这个结构的时候 也是把不同的这个 就是圆管 悬链 就会把软链 悬挂在这 来决定这个空间的形态 但其实让我觉得奇怪 这个也是一个加泰罗尼亚拳 但是它的立面 怎么两边看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我能理解对吧 倒悬链 你爬到屋顶去看 不是这样 它是加泰罗尼亚拳 它铁定是 因为我们看很多拱顶 因为它是这样的 对吧 悬链是一什么逻辑 比如说你挂一层单 亮层单的话 如果你凭着亮 你两边用夹子 比如有两根绳子 两边用夹子把它夹上 如果夹子对位的时候 它会形成这样 对吧 这样的拱的形态 它一定是倒悬链的 对吧 那一定是加泰罗尼亚拳 但如果你夹的夹子 如果在两根绳子上是错位了 你爬到床单底下往上看 它就是这个行动 夹子会夹在这 夹在这 在这边夹这边 它错开以后 所以它是一个在平面上的 两边参照点不对位的加泰罗尼亚的倒悬链 所以这个拱链 传统工艺都有啊 到了高低这儿 才有人想 为什么两边的拱链是对位的 到现在时候 我们看所有的 伟大的表现都来自于 只要你往前推一步 但是这一步需要你的眼睛非常的清澈干净 具有足够的动察力和好奇心 它一定不来自于你心 而来自于你对一门记忆 足够的精深 我们终于可以讲讲比埃词了 它的这个 认得了吧 亮旁单的这个形状 它一定是加泰罗尼亚本的这个后裔 所以这哥们其实 它不只是选招这么做 它一旦做起来 乌拉贵人是说西班牙语的 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真的读懂 研究它东西太少了 因为都是在西班牙世界的 我拿到所有的文献 现在都是西班牙语的 高迪是说西班牙语的 下一讲 我在讲混凝土的时候 会讲到它的这个直接的前身 不是安东尼奥高迪 叫做爱德华多 托罗哈 下一讲我们再讲 这讲我们现在先谈这七块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下一讲我会讲 这个为什么上面走得那么厉害 下面不需要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道权链的这个表现在 它已经不止 是一种 结构形式 讲完拱以后 稍微看一看平屋顶 砖有可能有平屋顶的 是有可能的 如果有人肯干这种事 那一定是从老人一位可开始 对吧 气拱 它一定知道 拱的这个弧线的长度 是比这个平的要多大 就意味着要多出很多春 它干这事是这么干的 它先用三块钻 用沙浆把它弃成一个这么一个单元 然后竹子你知道毛竹从中间 很容易剔开去吧 视如破竹 对吧 破开以后 你把它朝上这样撑起来 这就是织膜了 然后把这个 你看它也 它一定是焦磕起来 像编织一样 你一定是 尽可能避免这个空缝 把它摆上以后 然后在这个里面 怼一根钢筋 开始灌浆 浇筑 浇完以后 其实竹子也不用了 也不用拆掉 拆掉是清水混凝土 不拆掉是一竹装修 对吧 所以两可 那我不认为它会拆出来 用来盖别的房子 然后在这上面 它说只要浇三公尺就够了 我查国内的 哪怕是预制不明朵板 上面构造层也要 交出五公分 所以但是 它说可以 当然后来它觉得 这个也不够好 太废砖了 而且又比较重 所以它中间还有一段钢筋 刀来干这个事 它发现瓦这个东西很轻了 两个扣在一块 形成一空腔 然后再边上配金 一叠织膜 倒是一灌浆 灌出3.8公分 我这个家伙真的是 省钱不要命 这个东西好处在哪 它成了填料以后 因为 有一个空腔 第一它自重非常的低 第二它造价被降低了 所以在这 你会当你在有一地 看到 抬头看见一屏屋顶 然后里边嵌在这把 它一定不会用这东西做贴面 做出来最后就是这个 而且它后来开始拿这桌大胯 我真的是有点替它和它的甲方捏一把汗 但是到现在来就没有事 这个就是记忆 你可以不理解 但你能看到它存掉 但其实后来我发现这个 不是传统工艺 其实在一般的这个工艺里面是有的 这就是其实很平常的做法 这个用的比较宽敏 它用的是耐火砖 耐火砖因为表面 它其实会有这个凹槽 它更适合和这个 就是灌进去的这个细析和凝土 形成一笔 然后中间它只要在上面 你比较焦 也是焦上的 它相当于这个事 就这么干了 所以它可以是 可以用气体做评估点 所以它最好是空心砖 空心砖减轻自重 对吧 它只要有不够的强度 那其实这个跟 跟Laurie Baker 把两块瓦扣在一块 这个作用 其实一模一样 那我们突然发现 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把它竖起来 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说来说去又回来了 对吧 其实咱们没有接触几件事 就这么点事 祖母托儿这么干 我师父他做了这么一个 这是屋顶 不是我照片放歪了 我们看 它这个屋顶是一顺一钉的 它为什么叫一顺一钉呢 是要保证在接触 将来灌到滚凝土的时候 钉砖就是突出的 顺砖就是挨起来 它要让这个滚凝土 能够抓住这个 所以它必须做成一顺一钉的 在织膜的时候 当初也是 哎 它有一些胶条 还没有撕掉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 装苹鼓的那个做法 把那个八个 八个宽的海绵胶条 塞在那个底下 过完以后 把胶条一撕 勾缝都上了 那个平洁了 这个看起来 当初我在盯那个后边庭园 用混凝土气块做的那个庭园 盯那个工地的时候 我就住在这个 后来这个清水会馆施工坊的那房子里 但是一个是配金因为非常的密 手机没有信号 另外一个是 因为每天我就看着这个 装屋顶睡着 那个时候我意识地清醒 每天早上我 睡醒的第一刻睁开眼睛 我都会有一种错觉 认为自己被挂在墙上 对面是一堵墙 对面是一堵一顺一钉的墙 但这个做法 它其实在这里 砖不是贴面 大家要记住 砖跟这种做法里面的 它的填料是一样的 它共同形成这个浅度 如果没有这个砖的话 混凝土板的厚度是不够的 但另外一方面 它不是砌柱 因为它是靠 完整的混凝土板 跟它结合起来形成 这个逻辑 其实跟加泰罗尼亚的 混合逻辑非常之相 它只是借用了这个 因为有配金的 但它其实是一个双层螺约 加泰罗尼亚不就是一个双层螺约 用下面织膜 上面和下面将来共同形成成 这个逻辑是一样 所以当我们看上面 这是砌柱吗 这显然不是砌柱 当然这是一个放映厅了 这个钻波浪 大家猜猜这个是贴面 还是统一焦度的 我不说 大家回去自己研究 应该可以研究得出来 然后再看看这个 然后现在这个怎么回事 当然这个其实是 清冷会馆的中餐厅 后来甲方觉得 看到这个厅以后 觉得自己实在是应该信掉人 不是现在也没拿来吃饭 甲方基本上 冥想都会在这间屋里 谁说说一定要成这个 但我们发现 它其实 如此震受我们的 是一个绝大多数 施工的都会做的事 那刚才既然已经引入混凝土了 我们不能把它放好 我们会发现 混凝土的逻辑是什么呢 混凝土它是水泥加砂 砂是气骨料 加粗骨料 也就是石块 或者填料 气体是什么呢 水泥加砂 这是什么 砂浆对吧 加七块 然后当我们在数学里面 我们可以消掉同类像 对吧 当消掉以后 我们发现所有的变量 就是如果气块等于粗骨料 那么在这一刻 气体就可以等于混凝土 这是我突然通向了 我下降可以讲的东西 但一旦我们知道 气体可以等于混凝土 当我们再回来看 它用混凝土干这还是很厉害 下一条我会讲 陀劳哈用混凝土做的这个 我们就更容易理解 它用砖气的这个 但在这其实 这个实在是有点猛 就实际上 先不管砖不砖 对我来说非常焦虑的一件事 是你这么大一个悬潮 在这也就罢了 你这个柱子居然不放在中间 这个是不等建筑的觉得 哇这个好棒 懂点建筑的觉得 哇有表现力 懂结构的人会失眠的 而它真的就是 也是气块 当然它整个的形态 符合加泰罗尼亚整个逻辑 它侧边都是这个 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气的 它我们知道它一定不止于这个 所以一旦我们找到 其实这个是一般的立水实验 就是说既然这种做法能做平屋顶 它做孔一定是没问题的 这是在做实验的过程 只是它孔的形态 上面的钢筋不是抗拉的 不是结构筋 叫做构造筋 也叫做分布筋 它是防裂的 就是上面的很凝固的防裂筋 在下面我们看到没有配筋 是因为它下部 因为砖之间是可以有孔的这个作用 所以它仍然是一个双层结构 它跟那个瓶的 还有加泰罗尼亚整个逻辑 也非常之强 这是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这还是DX在这儿 所以我们看到工地 它盖那种木顶 然后铺一地这种钻 其实让人有点分裂 它的结构是这样 它的这个孔形拱结构 但是DX在这儿的时候 只有结构是能干的 它其实先分析这个 这个统结构的这个 这个结构逻辑 我们看到实线的 其实是受压的 虚线的是受拉的 受力线的这个范围 对吧 然后这个其实我也能画 但接下来的事 就不是谁都能干的 而且很多结构式的范围 它把这条线跟这条线 通过受力的权重关系 加合成一组形态以后 那个受拉加这个受压 它就加成了这个形态 加完以后 按照这个形态配钢筋 所以它的钢筋是完全符合受力线 所以它能够以最经济的这个外观形态 体量来实现它的结构意义 当然下一讲我讲 土凝土结构四变的时候 我会想讲到钢筋的受力逻辑 钢筋也是过程逻辑 在这里面还没有完 我们看它有很多这个松动的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是这个 我们看它其实是虚寒着的 它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结构 它其实你设计这个结构 是按照它当前的结构设计 但它一旦如果这个结构开始崩溃了 它会变形 对吧 一旦变形了 就跟你计算 它的时候形态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一旦结构 有很多时候发生了硬力几冬 它开始在变形 改变了以后 它就会急剧的扩张它的破坏 这个Diasler它顶尖的结构大师 比它更顶尖的 基本上在星球上找不到 超过三个 它一定懂这事 所以它干了什么 它做了这一组钢筋 因为是虚寒 那意味着它在此刻是不受力 我们知道钢筋 它其实受拉越严重 它的强度就会越高 对吧 运用力钢筋 它会把它给先绷进来 它不受力 它等着什么时候呢 它两套钢筋体系 第一套钢筋体系 是先天受力 一旦那套体系崩溃了 那个结构就会变形 对吧 它一定知道 结构朝什么趋势变形 一旦那个结构开始变形 这一组钢筋就咬死了 它就开始进入工作 在一套钢筋退出工作的同时 第二套钢筋进入工作 所以它会进入一个逻辑背论 是它越不变形 第二套钢筋越没用 它越变形 第二套钢筋的强度就越高 所以这个 我可以很爽地把这个原理讲出来 但是我干不了这事 我没法定量 所以说这事 它只有结构都能干 这就是结构是炫地 用来 用来挖苦建筑师的 你们这帮对吧 你们以为你们 还敢掉什么工 所以我们看到 它其实表面上 它是有织膜的 所以它都跨度比较大 它有织膜 然后它会把这些钢筋按照受力线的关系摆好 以不同的密度 不同的钢筋截面 所以这不是说 你把它说明白了就能干的 这个我声明了 切勿模仿 这个事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没有高手指点 没有迪埃斯特指点 它已经死了 托罗哈也死了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 这个事上还有多少人 迪埃斯特曾经去北大 讲过迪埃斯特 但是它的弟子也没有能力 做严格的这个计算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 更多时候被结构师拿来 用来讨论和提高自己的记忆 但不是拿来 盖房子的 我不知道下一位是谁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选条 它叫做海鸥宫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它其实真的就是这个 这个器块 那么它的厚度到这间域来 如果大家学过结构力学 就会知道 作为这种选条的话 它其实班局越靠 作用端是零 越小 越靠嵌骨端就会越大 对吧 所以它越往这边越厚 越往这边越薄 对吧 从这边 你还可以说 它是一口凝土为主 因为它需要 它需要吃钢节点 然后越往这边 越小了 它就越接近气块了 所以你说这个 它是一个气的 还是一个 还是一口凝土的 我没有办法包进去 所以就会有蛋白这种东西 这是一羊毛仓库 当然我也能理解 就是说你究竟要干什么 需要这种东西 就是仓库需要大胯部 是吧 所以你一旦有了这个东西 你还舍不舍得用它当仓库 就另外一件事 但是因为 因为它总和凝土总钢筋 所以它就可以这样 它可以像鳞片一样 可以开洞 当然我们学过了 努比亚骨 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肱上开洞 没有什么了解 这个东西会散过来 散过来的时候 它的受力的逻辑 跟正的时候 一定不一样 这个时候它底下还有 哪怕做模板 它还有作为 肱结构的这个原理 当一旦它散过来的时候 它一定是另外一套原理 所以在这个里面 它每一个单元 都有一个 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这个今天在这儿 不想讲过凝土结构的时候 咱们讲一讲 耐尔维 我背完下一课 我突然发现在这课里 到处都是下一课的坑 我在没背凝土的这个课的时候 讲这个特别鼓励 一个坑都没有 所以千万听我东西 不要记笔记 在我这儿也就是一步 它会织膜 因为它跨度太大了 这些东西 它不能一个人 这是工人作用的 它会形成这个前途 像江浦临组的时候 我会专门讲一讲织膜 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会能够结构的形式 这就是DX的 这个是它的空头 它在这儿画一画 这个是它建一飞机场 建都是这种需要大跨的 这种工业建筑 它可以把它都建成这样 终于开始有商业建筑找它了 盖了一商场 但其实对它来说 你说用砖拱 用砖盖 它这种薄翘的 这个顶着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 它开始折腾这个墙 对吧 像软的一样 这个东西 它其实里面的楼板 是用 是拉了肉干运用地的钢筋 但是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后章法 你要把这个钢筋 抽出来 实现运用地以后 把它给拧死 然后你在座椅节点把这个放在里边 当然在第二次 这边特别简单 你张完以后 对吧 你张拉以后 我直接在这儿回应了一个 这家伙子叫透明性 它基本上从外面就告诉 它就像顶出来 像寿力一样 它用一个貌似柔软的一个砖外皮 它唯一的区别是 有很多混凝土的 大师是用混凝土干这事 但是这家伙子可以用砖土 然后终于 宗教人士也找他了 盖了一教堂 教堂也这么盖 这个东西 我曾经信誓旦旦的 因为在北大中心的时候 很是研究了几年 一次做 但我离开中心了 其实才真的 而且尤其是在我的团队里面 终于来了一个 极有才华的年轻的结构师 就是我觉得我在建筑学专业上面的素养 得到了常读的进度 因为尽管他帮我教老师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不断地再向来学习 那开始在中心的时候 当时一个结构是没有 一帮建筑师 而且是由一帮先锋建筑师 带着一帮 这个幼齿的建筑师学生 算是讨论这个东西 然后讲这个东西 它怎么能成立的 正到薄啊 而且你看它侧端 它就是气起来了 然后开始 曾经就是我 言之佐佐的 在那里我结构常识算好的 结构常识算好的 大家说跟构造不一样 我构造非常糟糕 结构学的还好 我说里边肯定配金了 你不用看 看这形状就知道是配的金的 对吧 但是看这个侧面 它究竟在哪能配金啊 它很难配进去 然后我开始渐渐地乐意相信 它是气助的 但是在那之前一刻 我还曾经给了另外一个论断 当时大家是认可的 我说这两片墙一定是不独立的 一定是上面屋顶 当它盖起来的时候 像一个桌子一样 它才有了一个完整的钢度 有一个整体性 它才是成立的 我说到广州以后才找到了这场施工现场 我发现这个屋顶没在 它已经气到这么高了 而且我现在就在开始想 那它一定是有钢筋的 而且要扎在这个鸡腹圈梁里 不知道要扎下多深 我想它要不要往下面打装 然后找到这张族 它真的是一皮一皮气起来 这里面没有钢筋 我想知道建筑师很多时候 非常的无知 建筑师在鸡蛋 都是情况下都非常的无知 但是渐渐地现在我知道 这是那里面 当然这个见外不外 它能干这事实在是 实在是太没有人可习惯了 我们看它这个 这个砖板页是怎么裁的呢 它这么薄啊 它就是一片一片的砖枪 我开始一直不知道 它怎么能把一个利气的砖枪 怎么能砌得这么平 直到有天我找到这张图片 我看到这些文理 我在知道 它先把砖枪砌好 然后拿打磨砂锅 直接这么抛过来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就是圆形的这叫拉丝哈 它其实就是打磨过的 它其实是把整皮砖枪砌起起来以后 再打磨把它磨平 这是一个很变态 当然它就侧面 就可以有一个像百叶一样采光的 当然它是在每一片砖墙里面 采这个光 当然它出啥入啥 咱们已经讲过了 再看另外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 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从外面看 平常我们一起都看在里面 这个屋顶啊 但是它也落了点 但是它整体而言都是悬果 看起来 我们看我们的结构和轴侧 这个从今一度让我非常的焦虑 我觉得要做这么大一个悬条 已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你试一下 你一直这么平身啊 这是练功夫的 而且你还要往前探着这么平身 照理来不应该这样 然后这还没完 它上面在这又盖了一房子 这空间模式叫巴西利卡 但我们知道巴西利卡 是因为拱顶架在这儿 这儿有柱子 柱子粗了 也不够抵抗这个侧推力了 在两边再盖两个房子 才会出这种 貌似三开尖的巴西利卡 这哥们把这儿掏封了以后 用了一个这个东西 就把这结构给盖完了成立了 我曾经一度非常的焦虑 我觉得这事儿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结构师 陈老师也觉得这事儿是不可能的 直到我们开始 在背后准备混凝土结构的时候 终于在普罗哈里找到了 这个非常合理 讲混凝土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们 这个太巧了 而且这事儿听完以后 我们是敢试着某种程度上做一种 当然先赞叹 所以当时呢 当时我曾经其实吹了一牛 我在以前几次讲这个的时候 我都说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刚性的东西 它抓住了整个这个东西 所以才能形成一个整体 而且在之后我讲的时候说 我虽然不确定 但是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万 但是现在 它真不是靠它抓着 把这东西拆了 它照样还在 当然这就是它里面教堂的那个空间 几乎没有任何柱子 没有任何结构 就是一层非常薄的墙 顶着一个非常薄的墙 这事儿就完了 这是它中间的这个塔 这个塔 但是各个建筑都会有建筑 对吧 各个建筑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 你看它还画了这个东西 现在我才终于知道 它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 而且这还是斜的 下一条我跟大家讲 它应该是斜的 而且这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 而且这个节点这么小 如果它加大这个节点的话 整个这个节奏它会这么厚 我先下来大家 迈个关子 当然市教堂应该有玫瑰窗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 这么狠的玫瑰窗 是用砖做的 而且我们看它每一皮 跟每一皮 都是不挨着的 它没有任何东西 顶着这些皮 它就串了这么三根钢筋 穿在这儿 它们各自悬空的 像晃风筝一样 当然它为什么这么薄 我现在知道 它可以是打薄的 但是 这几个是怎么穿在这儿的 到现在我也没法解释 我们的结构师 一直也跟我回避这块 但是如果有一些 我们的结构师 如果真的成了 下一个USL 那可能是我 主老师 是我职业生理 会是最幸福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工作 上次也承接业务 但是我们就乐意承接的 实工组业务 真的解决一个技术问题 很多时候 你帮助一个建筑师 实现理想 其实也是理想 不管这个理想怎么样 但是当你真的用故事手的 做到 你有一种 在做方案的时候 不会有过多助理 当然其实 我因为老兄曾经 曾经跟我说 说老弟弟 你一定会 回到设计里来的 当然我从来没有离开 但是也许有 真的这些堵定的东西 能够渐渐的帮助 进入一个更确定的领域 也许我会开始 重新大规模的开始 做设计 讨论空间 这个就是他的进展 他就是这样 当然他可以很薄 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 D.S.T.R. 他作为高级派的 巅峰人物 他所做的这个专百业 我们突然看到 其实我们见过他 跟Laurie Baker 这个穷鬼 舍命不舍财的这个家伙 他做的这个 用了相同的材料 做了相近的形式 获得了几乎 别无二致的方向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出发 几乎到了同一个地方 所以这事不只是在技术上 可以殊途同归的 到达同一个艺术表现 基于不同的艺术表现 他甚至可以 让不同的建筑师 到达同一个技术 技术做起来交易 所以还有很多东西 在挑战 这东西更刺激 这是一水塔 当然他能把塔盖高 一点也不奇怪 他能把塔缝过来 甚至倒过来 也不奇怪 在这事真的 让我心脏有点受不了 是楼一踏步 倒不是因为他没有扶手 咱们看他这个踏板 他这个就是砖 这么弃地悬过来的 他就上人了 当然这事我在广西见过 但是我亲眼见着 有个人叫一下 但是我们突然看到 实际上 在某一刻 砖会用来建造一个非常古典的历史上的 曾经某一个天空的建筑 它还是砖 而石材 不同的石材 被祖母托编了号以后 它的目标居然是让它 看起来像一整块石材 而还有人几乎 让砖进入了一个 在砖不可能进入的里面 所以气体结构 我不太清楚 我不是很擅长解答疑惑 所以通常如果有小朋友 来用一个疑惑问我的话 我会抱持以更多的疑惑 实际上我也只能回报这个 因为一旦一件事 你认为你可以给出答案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你获得了答案 意味着你已经没有能力 再思考下去了 而一见司空见惯的 当你不断能知乎你获得的时候 意味着你仍然还活在这个学科里 你仍然还具备那双睁开的眼睛 所以在曾经某时候 我们看到 密斯也曾经和这种 非常强大的 振兽人心的加派罗尼亚的结构 擦肩而过 但他选择是用大理石 把它完整地包起来 让它看起来像一个石像 陈宇和仍然是第一代的 现代主义的大师 科普西居然用白灰 把气块磨起来 当然成就了人类力量 最伟大的计划建筑 所以 其实有的时候在台前 有的时候在台后 他也不决定这个东西好坏 我们再翻回来看 曾经 路易斯沙利文和阿德勒 他就是这么亲手的 一个被现在认为 更尖端的这个钢结构 被一个 在当时芝加哥学派最伟大的 最先通的这个建筑团队 会把钢结构 装成成器块的 而 在莱特 他不知道 火灵土该怎么用的时候 他会把火灵土 先做成砖的样子 然后他突然知道 自己该怎么做 尽管 它不是一个气柱 我讲火灵土的时候 还会讲到 它不是一个气柱 因为我们会有太多的 不知道 该是什么样 因为任何一个技术 当我们一段讨论的时候 我们总是被艺术所震慑 而任何震慑我们的艺术 当我们一段深究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平常如奇的 一个最简单的 工人都会的东西 但是建筑师如痴如醉 而且在某一刻 气体结构 它甚至脱离 摆脱了它的结构体性 进入了一个非常现代 混凝土结构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该说到什么呢 当回到建筑学里面 仍然只剩下密斯的这句话 建筑造势于两块砖 被严谨地摆放在一起 重要的不再设置砖 而在于严谨地摆放在一起 今天早上 谢谢